哈囉 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中天晨報 我是孫玲 Good morning to all viewers around the world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六點的中天晨報 先來看看有誰加入我們的蘿蔔頭 有看到你 Calvin Sim 老爺別這樣 謝松妹 陳寅泰也來了 陸小鳳有看到你 還有這個是米莉 另外呢 田園Duck也有看到了David Ling 孫可華也加入我們了 另外還有誰呢 我還看到了這個是 潘子毅也有看到你了 四十百在眼前 還有潘南希也加入我們的Kevin Wu 也有看到你 那就歡迎大家陸陸續續的加入我們中天晨報 接下來最甜美的morning call 小湯圓要來幫大家讀讀報 我們先看到新聞頭條 國民黨主席選舉25號是落幕了 那麼由前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勝出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他昨天就是對朱立倫發出了賀電 強調台海情勢複雜 嚴峻也重申了九二共識與反台獨的立場 並且是期望兩黨呢 現在是為台海謀和平 為國家謀統一 那麼朱立倫他也是有回復了 他就強調說啊 希望兩黨在九二共識 以及反台獨的基礎上面是求同遵義 那麼朱立倫他昨天受訪的時候 還強調說這個就是溝通以及交流 那麼唯有兩岸管道暢通 才能夠幫民眾解決問題 那麼朱立倫他昨天在復電當中 他是向習近平表達感謝 他並且是批評民進黨 採取去中反中這樣的政策 那改變了兩岸的現狀 造成兩岸形勢險峻 導致兩岸的人民是極度的不安 朱立倫就指出了希望今後兩黨在九二共識 以及反對台獨的基礎上面求同遵義 增進互信融合加強交流合作 讓兩岸關係是和平發展繼續前行 來共同造福兩岸的民眾 促進台海和平穩定 好 另一個焦點來看到了 百萬一南要注意了 為了要讓一南在國家遭受軍事威脅的時候 能夠立即動員立即作戰 那麼國防部即日起 他們試行新版的軍事訓練役 不但是恢復了一南 在新兵訓練之後 必須要下部隊 視為常備部隊來接受管理 同時也要落實外島籤 所以有可能就會抽中的是金馬獎 那麼新制將會從本月起 就要開始來試行 對於軍事訓練一南增加下部隊 還有到外島服役 那麼陸軍已經發布了 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第二階段管理規劃 呼籲志願役的這個常備部隊 他們面對軍訓的一南 是不得假借訓練之名來行體罰之實 並且是嚴禁老兵這樣去欺負新兵 或是資深的來欺負新進的 希望可以維護部隊和諧 不過另一方面我們來看到 根據國防部交給立法院的施政報告呢 下年度國防公務預算編列了3726億元 如果加計新式戰機採購特別預算的401億 以及是基金預算590億的話 那麼國防預算的規模是達到了4717億元 另外根據了解國防部他們編列的海空戰力提升計畫 採購特別預算上限2400億如果審查通過的話 將會分為5個年度喔 所以明年就會先支出大約是460億 也就代表說明年這個軍費的支出將會創紀錄 也就是會高達5177億多元 另一個焦點來看到是斯洛伐克 昨天捐贈了我國16劑AZ疫苗 那麼衛福部長陳時中 他昨天就表示說為了要盡速提升 我們國內第二劑疫苗的涵蓋率喔 所以9月29號開始呢 要配送AZ疫苗到地方政府來 提供給52歲以上的民眾 他們都可以來打他們的第二劑疫苗 另外凡是你在7月22號之前 你已經接種了第一劑的AZ 並且呢你就是滿10週以上的人 將會由地方政府來安排通知接種 另外就是為了要因應秋冬流感的季節 那麼指揮中心也宣布了 10月1號開始呢 就是開放醫室啊 65歲以上的長者 還有孕婦等等的對象 來接種的是公費流感疫苗 再來我們關注到的是我國農產品呢 這個農業產品均關稅呢 15.6% 那麼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也就是CPTPP 會員國執行農產品自由化的平均是96.2% 農產品關稅為零 那麼我申請加入CPTPP 這個對國內農業衝擊其實蠻大的 農委會就表示說將會在談判的過程當中 會參考日本啊還有加拿大等等的例子 要來爭取的是稻米等敏感的產品排除降稅 或是爭取較長的降稅期 避免對我產業是造成任何的太大的影響 那麼農產品出口商他們就表示了 經濟部是基於經濟發展的需求 要來加入區域經貿協定拼命的往前衝 但是農委會應該要適度的踩刹刹車 否則呢將會犧牲更多農業 最後一個焦點來看到是大陸全國工商業聯合會25號發布的 2021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的榜單當中呢 華為投資控股是以人民幣8913.68億元的營收規模 連6年是位居榜首 那麼在另一份這個是2021中國企業500強的榜單當中呢 華為是排在第13名 排名第一的是國家電網營收就高達了人民幣2兆6676億元 大陸企業500強當中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入圍加呢 加速現在是有增加了 那麼傳統產業領域入圍加速是減少的 那麼其中像是通信設備製造業呢 就增加了有4家 那風能太陽能這種設備製造業是增加了3家 還有一些軟體啊以及資訊技術業 還有半導體這些電路啊面板的製造業 還有船舶製造業也是分別增加一家 以上就這節讀報聽給大家 現代人營養不均衡健康拉緊報 如何選擇保健品調節膽固醇和鞋脂 百味醫師食用油桿紅麒麟蝦油 含Omega3 DHA EPA蝦紅素葡萄紫萃取維生素E等 經由醫學大學12週人體食用研究 難有效調節膽固喘和鞋脂 中間電視提醒您身體健康才是人生的原動力 以上資訊由GAL紅麒麟蝦油贊助播出 好我們先來感謝斗內首先呢何仙仙 他說怡靈主播早安智鎮早安 聽說七點會有神秘來賓非常好奇 好這個時間要往後延一個小時是八點的時候才會有 七點呢從頭到尾都只會有小探員陪伴大家的唷 好另外呢這個是張萬鈞好萬鈞的斗內 他說小探員早安辛苦了今天聽到最甜美的morning call了 雖然今天會很忙但是一早就很有精神好 那感謝你喔今天這麼忙還一早就上來陪伴我們 好另外呢我們再來看看這個是莊雲龍的斗內 他說小探員早安又是新奇也要加油喔 今天的服裝也很漂亮吼那就感謝你們的斗內支持 好我看到很多人已經知道了嘛八九點會是誰要出來呢 很多人都已經說了好就是我們的麥玉傑我們的小麥主播 好然後呢梁月香他的斗內說早安好也是歡迎你加入我們 另外看到這個是Mika Hackinen呢還有兆頭一棒子忍者蛙也來了 DuckDuck Lee Chipbug Ivan有看到你的威威令 陳薇達斯維達呂呂呂呂也看到了Berry馬智成SumaC 那就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好接下來回到新聞現場我們來看到的是 花蓮市在22號晚間的時候是驚傳一名男子 他是以辣椒水隨機的攻擊路過的民眾 結果造成了四個人他們身體灼傷 警方就根據了車號查出了一名18歲的周姓男子 他涉嫌重大那麼25號清晨就出動了霹靂小組 直接取得拘票到周姓嫌犯的家中將他壓制上扣 並且還在他的家中就搜出了犯案用的辣椒水一瓶 那麼事後中姓男子他就說了其實犯案的動機 竟然只是因為他覺得很無聊 那麼現在全案也是依重傷害以及公共危險罪 將周姓嫌犯移送法辦 好另外我們鏡頭看到是高雄市五甲路 有一座的停車場呢在26號凌晨上演了一起流血衝突 一名男子他疑似是因為與女友的保險理賠糾紛 竟然是遭到了女友的母親以及友人圍毆 當場受傷倒地 自明嫌犯是將一名男子團團包圍 時不時地對他叫囂入罵甚至是拳腳相向 被害人被打倒在地看起來是十分的痛苦 原來倒地的許姓被害人是因為之前載著女友發生車禍 卻沒有把乘客嫌的理賠金額交給女友 才讓女友媽媽心生不滿 將與許姓男子到高雄五甲的一處停車場談判 沒想到雙方一言不合女友母親就夥同三名友人 將被害人打到送醫 警方經過這個被案的供訴及我們調月現場的那個監視器呢 已經掌握了那個相關涉案的身份 並陸續通知他們到案 四名嫌犯犯案後隨即逃離現場 而受傷的許姓男子臉部及頸部掛彩 事後也被警方緊急送往醫院救治 目前女友媽媽已經落網 警方也正在擴大調月監視器 又將剩餘三名涉案份子查戲到案 好 另外我們來看到這是國道一號北向 四十二點五公里處在二十四號發生了撞車的事故 有一名駕駛他是放慢速度 想要找個時機要插進這個出口的家道 但是最後方的這個轎車駕駛 他是沒有注意到車況疑似就避開車 他是邊開車邊滑手機 結果就直接撞上了前方的轎車 被撞的這個車輛乘客是嚇到不斷驚呼 轎車開在高速公路上 右側出口出現軌堵 車輛大排長龍塞成一團 前方轎車減速行駛 疑似想往右切插入出口砸到 駕駛見撞只能跟著減速 不過下一秒 轎車被往前推撞 車上乘客駕駛頻頻驚呼 更不小心飆出國馬 嘗試撥打緊急救援電話 請安駕駛屋內報警求助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原來後方的黑色轎車駕駛 完全沒減速 音聲撞了上來 安全氣囊也瞬間爆開 意外就發生在24號上午10點41分 國一北向42.5公里處 前方轎車疑似想插隊 減速觀望出口砸到 但最後方的58歲零星駕駛 卻沒注意路況 邊開車邊滑手機 一頭撞上前方轎車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開車時以手持方式 使用行動電話 可處新台幣3000元發環 最後方的黑色轎車 車頭撞凹 引擎蓋隆起變形 而中間遭撞的白色轎車 右側車尾裂開有明顯撞痕 第一台車停在國道明顯不對 但第三台車駕駛 一行二用才造成追撞 所幸事發當下 車速並不快 沒有造成重大傷亡 卻卻肇事原因及賠償責任 還有待專業鑑定釐清 記者劉市展彭新美 台灣報導 追取中天的好朋友 力挺監督的力量 感謝您最實際的支持 您可以到綠界斗內中天 掃描畫面右下方的QR Code 或是到中天直播聊天室 制定點擊綠界斗內的連結 也可以在中天影片下方的資訊區 直接贊助中天 找到線上快速贊助中天 綠界金流 綠界斗內 接受信用卡 網路以及實體 ATM或是超商繳款 請善加利用 綠界斗內的留言 會秀在畫面最下方的跑馬燈 所有管道斗內中天 我們都是十分感謝 中天的願望 是最台灣人的眼睛 看清真雄 中天的願望 是最台灣人的家 說出真話 我們只知道 最美體是台灣人的良心 請你加利用 中天電視頻度飛完 加飛完 聽中天 做飛行為 感動的理由 正經理然 真編實證 政論界的硬漢 新聞圈的男神 正常發揮 9月份粉絲動動手活動 請開下正常發揮節目或截圖 9月底前掃描畫面上的QR Code上傳 告訴右正 你看正常發揮 並寫下加油打氣的話 就有機會在節目上秀出來 我們再來看看有誰加入我們了 盧樂宇有看到你 還有呢 這個是路過的巧克力SR Show Hitomi Wang也有看到你了 捷克羅素梗 陳英泰有看到你加入我們了 隱藏人物說他是準時搭上了第一班車車 小丸子有看到你 圖宗佑還有 Amos Ho也來加入我們了 那就歡迎大家加入我們這集的中天晨報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這個真的是有一點太離譜了 教育部竟然是出大包 全國有81所高中職 將近是8000名學生 他們的學習歷程檔案的資料竟然是被消失 那麼昨天教育部長潘文中他就親上火線道歉 並且他就解釋原來呢 就是教育部每年編列3200萬的預算 他們是委託濟南大學開發這個公版模組的平台 在上傳的過程當中 因為虛擬主機人為設定的失誤 導致資料全部都遺失 等於學生他們這樣的心血 統統都白費了 現在全部要重做 藍營就狂轟了 教育部竟然犯下如此低級的錯誤 應該有人要下台負責 有關大學升學的高中學習檔案竟被消失 因為外廠商除包導致80所高中職 近8000名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已失 影響範圍是9月5號到9月22號新上傳的檔案 由濟南大學團隊協助開發公版模組 資料遺失部分在學生上傳到學校平台這一關卡 原先為了強化資安 才把各校資料搬移到新機房的虛擬主機 沒想到其中三台虛擬硬碟 因人為設定錯誤導致25000多筆資料遺失 學生的心血等於白費 老師還要花時間重新認證 錯誤實在是也非一所思 在這個設定的一個過程 是不是有一個檢核的機制 應該要去強化 工程師的一個失誤就造成這麼大的一個問題 很難讓大家可以去認同這樣的一個處置 對受影響的師生表達最大的歉意 給教育部一個最大的教訓 這樣的事情絕對不容許再發生 儘管教育部長親上火線道歉 強調究責到底 成立專案小組協助處理 依舊難憑師生和家長的怒火 國教育提供的公版系統數單機版 需有人力定期維護更新 北市則是雲端版能自動更新備份 這回才能幸免於難 學習歷程就是一個擾民的過程 你把學生搞死了 這是可惡嘛 你害了多少學生啊 人家多少心血多少努力 真是低級錯誤 當然要下台嘛 而且不只一個人下台 相關人都應該下台才對 國教育每年編列3200萬 委託靖南大學執行系統圍運 沒想到這次人為疏失 學生心血付諸流水 重做又得花大把時間 這也凸顯資安風險管理大有問題 記者新聞林佩傑 台北財保報導 好 所以我們來看到 北市議員羅志強他26號就開轟了 他說到底是有多扯 你才會發生這樣子的按錯件 沒有備份這樣子低級的錯誤呢 他就說了台灣不是資訊大國嗎 那麼你手滑按錯件 再次見證了民進黨的執政品質 真的是比扯鈴還扯 那麼現在到底要怎麼樣去補救呢 因為這是2.5萬件的這個學習歷程的檔案全部都不見了 為了要趕快拯救這個因為工程師守護案錯件而消失的檔案 並且你提供原本來不及上傳 還想要調整內容的學生 給他們這個機會好像有失公平性 好 另外我們來看到 這位是今年已經83歲的國民阿嬤陳淑芳 即使還在拍攝期間看起來依舊是神采意義 您知道有什麼樣的保養秘訣嗎 一起來看 我這樣幾三年來 為了要遇到你們 我保養秘訣 從黨那裡做到這間店來 你們大家不要跟我說一句感謝 今天為了你們老爸 為了那女兒說一句感謝 隨手年來就是經典台詞 即便已經下戲 陳淑芳還是把角色個性刻畫在自己的心裡 談笑之間收放自如 這是作為一個演員的自信 打他是我的憲勢 也不是我的職業 是我這次人的職業 你說應好嗎 不要說應好 因為我們應該要做到的 我希望我84歲以後 我還能夠得 我希望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就說 你說我 這疫情當中 我沒事我在幹嘛 我還是要做功課 也要看劇本 我希望我能夠繼續 陳淑芳強調 每天按時補充NMN 是他保持年輕的秘訣 我如果是在我們家 我當然在家吃飽就常吃了 不過譬如說要到外面的家庭來講 幾天我就帶幾天去問出去 我現在譬如說 這樣整個新人 這樣喔 這樣哭下去 這是比較不夠 不夠 不夠 哭下去 又變成一個青頭絲 很舒服很舒服 就跟年輕的時候一樣 不會說好像有卡卡 這樣買 不只是金馬影后掛保證 曾入選時代雜誌 對白大影響力人物的哈佛大學教授發現 NMN具有抗衰老的功效 也得到了美日國家的認證和台灣的專利 我們要說保養 應該從年輕人開始開始保養 我為什麼要跟年輕人說 我說 你看著我這樣子 我吃什麼 希望你跟著我一樣 一樣的吃就好了 我相信你們比我更快樂 更健康 各位朋友 我們大家要健康 也要自己照顧好自己 不要忘記喔 活力無限 一定搞定 一定青春 我們再感謝一次萬鈞的二度抖內 他說小炭早安辛苦了 今天早上有麥當勞薯餅吃嗎 他還特別把那個麥字給引號起來了 好很可惜 今天還沒有吃到薯餅 我已經一陣子都沒有吃到了 也是感謝萬鈞的抖內支持 另外呢我們要來不問大家 有沒有加入我們中天電視會員呢 我們邀請您加入中天電視會員 有三個級別 言論自由民主制衡我加一 台灣奮起我加一 以及中華民國萬萬歲我加一 請一輛列為我們都是十分的歡迎 中天會秉持真道理性 真愛台灣的理念 堅持扮演好媒體第四拳的角色 請立刻到中天電視頻道首頁 右上方的加入鍵 點下去完成程序 嘉惠人挺中天 一起成為監督的力量 中天新聞 人民夥大Call-in專線 每天下午4點5點 可以放Call-in聽你說 電話02-6600-0000 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看廣告就是支持中天 多看一支就多幫一點 看滿30秒 中天更強大 好這樣我們看到沒下雨怎麼會山崩呢 好這是在南投縣的仁愛鄉頭 八二三線14.3公里的附近 親愛村往萬豐村的路段 在昨天中午12點左右 邊鋪的土石崩塌 那麼這裡剛好就是奧萬大王埔裡的重要道路 警方後報就趕緊到場在攤方處的前後50公尺拉起的封鎖線 並且是封閉了雙向的車道 那麼預計要到今天早上才會開放通行 而土石崩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一起來看 南投仁愛山區土石崩落 一開始只有零星小土石 沒想到才沒幾秒鐘就變成大面積崩塌 山區道路頓時被揚起的煙沉遮 還好有把它封起來 遠景趕夫現場在前後50公尺拉起封鎖線 封閉雙向車道 事發在南投仁愛頭83線14.3公里附近 在親愛村往萬豐村的路上 還好土石大量崩落前 警方就來警戒沒有人車受傷 原本還以為是熱障冷縮導致 根據中央氣象局網站 南投仁愛鄉26日最低溫是在清晨5點到6點間 只有15度 到了上午11點溫度攀升到26度 中間相差11度 不過南投縣公務處研判 主要原因是地質鬆動導致 沒有下來但是它那個土石本來就鬆鬆的 前灘過了 就會繼續再灘 目前這個路段還在封閉中 要等土石清理完畢沒有安全疑慮 才會開放通行 警方呼籲民眾要避免靠近 有計劃走這條道路的話 也要暫時改走替代道路 預計27日上午會開放同車 記者曾偉向黃翔富王世函南投採訪報導 大家早安 我們時間來到早上6點22分的我們的氣象時間 那目前可以看到台北市外頭 其實天氣還算是相當的不錯 那麼今天水氣是有稍微的減少一些 但是今天還是吹著東北風 我們先來看到今天的日期 今天是9月27號星期一 又是一個禮拜新的開始 那目前台北市外頭是27.0度左右 今天的降雨機率是10% 我們先透過微星雲圖來關心一下 今天的天氣狀況 那麼今天原則上各地都是多雲道晴這樣的天氣 水氣是稍微的少一些些了 但是要提醒大家 中午過後的時候 還是會下起午後雷震雨 尤其是嘉義以南的部分 都有機會下起午後雷震雨 另外因為吹著微弱的東北風的關係 所以其實早晚的時候 溫度是稍微比較涼快一些的 大概在24到26度左右 所以感受上來說 比較舒服喔 那麼白天的時候 其實各地都還是微熱的感覺 因為太陽一出來之後 的確喔 溫度又會上升了 所以全台各地的高溫 大概是在33到35度左右 那就提醒大家外出的話 還是要記得多補充水分 另外我們就要來關心到的 就是蒲公英颱風 它現在已經是一個強烈颱風了 我們來看到它的路徑前視圖 來看一下蒲公英颱風 它接下來會是朝著哪個方向來走 那目前其實它就是往著日本 南邊這邊 它可能就會從海面上穿越過去喔 那麼它現在已經是一個強烈颱風 而且剛剛衛訊圖有看到其他的颱風眼 是蠻大的而且蠻圓的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扎實 非常強烈的一個颱風喔 那目前呢 它是在俄蘭比東方的這個 1690公里的海面上 它是朝著西北的方向來前進 所以基本上它對台灣來說 是沒有任何的影響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因為它是一個強烈颱風喔 所以其實基本上呢 還是會稍微影響到沿海地區 這幾天風浪都會比較大 包含了東半部地區還有恆春半島 所以我們還是要提醒海上座位的觀眾朋友 這幾天都要多加留意 再來我們看到定量降水報圖 我們來關心一下今天的降雨範圍 那麼受到東北風的影響呢 我們可以看到基隆北海岸還有宜蘭 還是會持續下著一些局部的短暫鎮雨喔 所以提醒呢 基隆以及宜蘭地區的觀眾朋友 外出的話要記得攜帶雨具 另外要來看到午後雷震雨的部分 包含了山區的部分 還有加以以南喔 最主要除了山區之外 就是近山區的平地 也都是有機會下起午後雷震雨的 那這提醒大家 因為山區局部還是會有較大雨勢 所以中午過後沒事的話 就不要前往山區來活動 那麼入夜之後 原則上呢 這個午後雷震雨倒是趨緩下來了 不過可以看到中南部地區 山區的部分還是會稍微持續下著一些 零星的短暫鎮雨 另外就是受到東北風的影響呢 基隆北海岸跟宜蘭 都還是會持續的下雨 那麼預計東北風 還會再影響個兩天左右 來看到天氣走勢圖 關心一下未來的天氣變化 今天跟明天 都還是會受到東北風的影響喔 所以基隆北海岸跟東半部地區 都還是會稍微持續下著一些 局部的短暫鎮雨 到了禮拜三禮拜四的時候 會是這個禮拜天氣最穩定 也是最炎熱的兩天喔 到時候呢 東半部地區 只會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鎮雨 但是要提醒大家 高溫炎熱的天氣喔 就是外出的話 防曬的工作是一定要做好的 另外就是中午過後 南部跟山區的部分 都是有機會下棋 午後雷震雨的 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水氣又要稍微再變多一些了 包括整個東半部地區 都會開始下棋雨來喔 另外就是各地午後 都還是有機會下棋午後雷震雨 最後關鍵字 我們要來提醒大家的是 這幾天都會是多雲到晴 水氣稍微比較少的天氣喔 那麼最主要就是 北海岸跟東半部地區 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還是會持續下著一些 局部短暫鎮雨 另外今天是要提醒 加以南以及山區的部分 中午過後 都是有機會下棋午後雷震雨的 以上追這節氣象資訊 讓您出門上班上課 穿衣服有參考 支持中天三步驟 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在中天所有影片下方 記得按讚留言 別忘了別人的正面留言 也要按個讚 之後把連結分享出去 每天做好做滿支持中天三步驟 按讚留言加分享 一起成為建制的必要 新聞隨時隨地帶著走 國內全球訊息一把抓 從天上飛的 地上走的 草原爬的 水裡遊的 從政治 經濟 國際 網路列起 社會案件 生活訊息 在中天Facebook 通通都可以帶著走 中天新聞可以用聽的 聽話就更生氣了 看的 讀的 請大家一起支持 周天新聞臉書 按讚 追蹤 一起支持 守護中天新聞 建築的力量 我們再來看看有誰加入我們了 這個是EXT MSA 有看到你了 Obi-Wan Kenobi 李孟凡 Cryta Lin 風無音有看到你 還有蕭明毅 他說很熱 好 朱宗月有看到你了 這個是復仇者聯盟 Hugo 我也看到你了 這個是李立美 還有呢 朱宗月也加入我們了 他在跟大家說聲早安 波拉燕 三重王農耀 也看到你們了 Ring Lin Chu 還有Ling 這個是小山羊 也看到你們了 還有MMTB303 那就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接下來回到新聞現場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國民黨主席選舉是落幕了 那麼前主席朱立倫 他是以45.78%的得票率當選 是國民黨主席直選以來 其實是得票率最低的一次 也是首位票數未過半就當選的主席 而中共的總書記習近平 他也在昨天早上9點的時候 是發來了賀電 但是他重申的就是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 那麼朱立倫他復電 則是痛批民進黨反中去中破壞兩岸的現狀 至於選戰的大黑馬呢 也就是張亞中 則是在北高大票倉 其實表現是相當的亮眼 也被視為選戰活旗 經歷許上競爭最激烈的黨魁之戰 驚險勝選的朱立倫得票率不到五成 他也創下黨主席直選以來 得票率最高與最低紀錄 而在明年九合一大選之前 他得先闖過10月3Q罷免案 以及年底四大公投兩大難關 年底四個公投就是對民進黨的不信任投票 就是倒蘇貞昌內閣的投票 那個公投票全部投同意 讓蘇貞昌內閣下台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也在朱立倫宣布 勝選後14個小時燒來各電 重申堅持九二共識與反對台獨立場不變 朱立倫軌電則痛批民進黨 採取去中反中政策 改變兩岸現狀造成兩岸形勢險峻 我的回電當中也是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再加上我主張的求同尊益 民進黨反正就是逢中必反 我們不會擔心這些綠營逢中必反 又在那邊抹紅 黨魁選舉中一軍突起的學者張亞中 由於7月氣打莫德納也在選後 隔天接種BNT疫苗 而他在北高兩大票倉緊咬朱立倫 成為選戰最大Gamer 甚至被視為布局北高的國旗 我目前沒有這個規劃 我在乎的是這個樹根 而不是在乎這個樹幹或者樹枝或樹葉 張亞中很強 這股力量是不容忽視的 所以張亞中說他是黏育也好 至少給國民黨帶來一個刺激 得票數不如預期 也只拿下一成八的江啟成爭取連任失利 選擇重回街頭 3Q行動 全面啟動 黨主席選舉之後如何米平選戰傷痕 重返執政將是百年老墊心的掌舵人 最大考驗 記得綜合報導 我們持續來看到張亞中 他在高雄的得票率是將計四成的 就被認為是受到了韓粉支持者的轉移 那麼高雄市議員黃紹廷他就認為說 張亞中的票數來自於藍營基層的黨員 他們對於無能的民進黨 沒有辦法提出強而有力的監督 所造成的民怨導向黨員 確實讓人回想到當年 韓國人立抗民進黨所形成的韓流 那麼邱宇軒跟陳美雅他們觀察就說 是張亞中的論述打動了黨員的心 喚醒了黨魂 那麼對民進黨強而有力的批判 是國民黨現在最需要的炮火 我個人認為昨天張亞中先生 他在高雄拿出來的成績 其實是出乎意料的好 那這個顯示什麼 這個有兩種現象 第一個現象就是 張亞中先生的他的論述 的確打動了許多黨員的心 比如說喚醒黨魂 維持過注中國國民黨的尊嚴 那第二個就是張亞中先生這個論述 很多人在講說那張亞中先生 未來會不會有可能轉在縣市長 我覺得還要多方面的考量 那我考量有兩點 第一個 目前張亞中先生主要談的 還是兩岸的論述 包括統獨 包括九月共識 包括台灣跟中國大陸間的關係 但是其他對於主要的一些民生議題 還有人民感興趣的議題 以及國民黨目前主流在推動的一些議題 張亞中先生目前 並沒有那麼完整的論述跟政策 張亞中校長在這一次 黨主席的選舉當中 在北高兩市取得比較高的支持度 來自於藍營的基層自主黨員 對於無能的民進黨 卻無法提出更強而有力的監督 把民怨導向了黨院 才會在這一次的投票當中 投給了對民進黨相對強硬的張亞中校長 那這個也讓人回想到 當時的韓國瑜市長 也是在高雄立抗執政二三十年的民進黨政府 而形成了一股寒流 我想是因為在整個的論述過程 看到張亞中校長對於民進黨 施政無能天怒人怨的這些現象呢 他提出了非常強而有力的批判 以及強烈的戰鬥意志 那我想這也是未來的主席 他必須要去思考的 我們的國民黨要如何轉型 如何展現我們的炮火 跟我們的強烈監督的這樣的意志 要帶給人民幸福 然後有效的去抗衡民進黨 這樣的一個戰鬥意志必須要出來 好 在我們要看到的是斯洛伐克 他們原先是捐贈台灣1萬劑的AZ疫苗 那麼在25號的時候 他們宣布是要增加到16萬劑 並且是在昨天清晨運抵了桃園機場 而台北101也是點燈打字來表達謝意 那麼點燈的文字就包含了 溫暖情依 善的循環 千里送真情 還有謝謝斯洛伐克等等 這個也是台北101劑 6月4號是首度為這些受贈疫苗點燈以來 第10次點燈感見 那麼其中日本就佔了5次這麼多 好 那麼這兩天斯洛伐克跟日本 他們都有贈送我們AZ疫苗 那一共是有66萬劑 指揮中心就宣布了 將會在這個月的29號要配送到各縣市 並且現在是擴大要開放給52歲以上的民眾 來接種他們的第二劑 那麼只要你是打過了第一劑AZ 而且已經滿10周的人 都是符合資格的 另外再加上封肩完成了108萬劑的莫德納疫苗 以及將近159萬劑的BNT疫苗 接下來可以說是疫苗的黃金期 長榮班機降落後 海關人員進行通關檢驗程序 9月26號早上6點13分 斯洛伐克贈送的AZ疫苗 6萬劑抵達台灣 加上25號日本送來的50萬劑AZ疫苗 總共66萬劑 預計在29號配送到各縣市 並擴大開放到7月22號之前 打過AZ第一劑 間隔滿10周以上的52歲以上民眾施打 不效日期是110年的10月31號到11月30號 兩個不同的日期 我們會盡快封肩完之後盡快拿來運用 日本議員佐藤正九更在推特發文表示 贈送疫苗還沒結束 將繼續提供必要的疫苗支援 預告還有疫苗將到貨 而除了AZ疫苗到貨量增加 108萬劑莫德納疫苗也將開打 至於存量最多的BNT疫苗 目前大約還有158.9萬劑 是否有機會開放AZ和BNT混打來拼兩劑覆蓋率 指揮中心表示仍在研議 而秋冬季節來臨指揮中心也同步公告 公費流感疫苗開打時程 預計分成DT10月1號給醫師人員65歲以上長者 等等共11類人施打 DT11月到15號則開放50到64歲 無高風險的慢性病成人 但提醒民眾 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最好間隔7天再施打 才不會有醫療之外的副作用 記者楊世絮所有宣傳太報導 這一節全球現場我們來關注的是 全歐洲現在最關注的大事 也就是德國國會的大選 那麼初步的結果 兩執政黨得票都在25%左右 把時間交給新一節囉 好了 德國媒體報導 德國選民這次沒有明確推出第一大黨 那麼按照德國法律 誰能組建政府 那誰就能獲取德國總理的寶座 德國國會大選投票 從當地時間上午8點到晚上6點 那麼是在台灣時間 昨天下午2點到晚上12點截止 一共6千多萬名18歲以上的德國民眾 是有資格投票的 那麼在投票的前夕超過三分之一的選民 沒有決定要投票給誰 而另一方面提前郵寄投票的德國選民 則是創下新高 選舉結束之後 各黨將召開領導階層會議 而各黨新當選的議員 也將在這個星期舉行第一次會議 預計新選出的國會 必須在選後30天之內 也就是10月26號之前舉行就職儀式 路透的報導指出這次選舉 將產生第一個分裂國會 那麼社民黨和基民黨 不論是誰獲勝 最有可能的做法 都是尋求和綠黨 以及自由民主黨組成三黨聯合政府 德國國會大選的投票 結束之後 路透的這次指出說 這次的大選當中勝負難料 而且中間偏左的社民黨的支持度 略略領先總理梅克爾的基督教民主黨 不過差距就在這個誤差的範圍之內 而且兩黨的支持度 其實都只有20幾個百分點 離單獨過半其實是有很大距離的 而結果揭曉之後 目前德國得票領先的這個政黨的預計 將要展開來組閣談判 甚至這個組閣談判被研判 有可能會長達幾個月 甚至更長的時間 那麼這段時間 梅克爾可能就是繼續擔任 看守政府的總理 而67歲的梅克爾 從2005年開始掌權之後 2018年的10月 因為基民黨在地方選舉大敗 因此梅克爾就宣布 他不再爭取第五任期 那麼這次的大選 將為梅克爾的16年執政劃下據點 因此德國大選結果 也將決定德國 這個歐洲最大經濟體的未來 德國保守派的這個世界報報導 大家都知道如果梅克爾支持的 拉謝特輸了 那麼梅克爾的政績也就完完了 報導指出說 因為只有拉謝特贏了 那麼基民黨才有可能 繼續的延續 梅克爾過去16年以來的政策 德國編輯網路這個報導也預測 德國將會有一場大地震 指出國會黨團領導人這個職位 可能會出現激烈爭奪 報導也指出 基社黨將會對比較大的 這個基民黨炮火全開 而英國衛報還有每日電訊報 再度的報導 德國總理梅克爾的任期接近尾聲的時候 其實他的招牌套裝 也有可能會淡出國際舞台 退出政壇之後 梅克爾是不是會捨棄 他平常習慣穿的褲裝 嘗試一點不一樣的裝扮呢 外界其實還存著疑問 因為梅克爾執政16年 幾乎永遠穿著款式很相近 但是色調不同的套裝 圖片上可以看到幾乎 據說是將近100個顏色 那麼2012年的時候 就曾經有荷蘭藝術家 集結了梅克爾幾十張套裝 照片做成色票 最近公布的新聞照更可以看得出來 梅克爾在過去16年 至少穿過100多種不同色彩的套裝 英國衛報說 梅克爾有點寬鬆的上衣搭配 長褲的這樣子的搭配 雖然曾經被時尚界負面評論 但是對梅克爾來說 卻是最適合和各國男性政治家 打交道的權力服裝 衛報說梅克爾偏愛 德國設計師的作品 而他的套裝看起來 每一套都一模一樣 但是其實還是有些回差異的 梅克爾在2019年的時候 也曾經對德國時代週報說 如果一名男性 連續穿100天深藍色的西裝 不會有任何問題 但是梅克爾他自己 在兩個星期內 把一件上衣如果穿了四次 那麼這個時候 可能就會有德國國民寫信給他了 現在據說 柏林的杜莎夫人蠟像館 已經超前部署 幫梅克爾的蠟像 換上休閒服 只是不知道 梅克爾真人 是不是會馬上改穿 休閒的服裝呢 日本時事通信社報導 日本後生勞動大臣田尊憲九 昨天在電視節目上表示 9月底 包括解除緊急事態宣言在內 日本呢 這個部分應該是可以實現的 但是19個都道府縣 是不是可以全部解除 還要再做最後的判斷 因為還不可以安心 必須要為即將進入冬天的狀況 可能發生的下一步疫情做好準備 日本從疫情爆發以來 第四度針對東京都發布緊急事態宣言 其實從7月12號上路以來 中間歷經了幾次的擴大 適用地區與延長 現在總計在19個都道府縣實施 很有可能是在9月30號可以解除 但是勞動後勞大臣也強調 沒有辦法馬上完全放寬的原因 是因為不得不分階段來進行 就是因為就算接種疫苗 其實還是有一定的風險 因此必須要進行相關的實驗 來證實逐步放寬相關限制 英國脫歐 再加上新冠疫情的衝擊 現在出現的問題是 大型貨車的駕駛是缺工的 包含了油罐車的駕駛短缺 直接衝擊英國石油供應鏈 那麼現在的英國加油站出現的是 沒有可加被迫暫停營運 倫敦以及肯特軍部分加油站 從24號開始就出現大排車龍 民眾爭先恐嚇開車前往加油站來加油 但是加油站警告 因為缺油 這個油罐車的駕駛是缺工的 汽油根本沒有辦法從煉油廠 直接運到加油站 因此汽油短缺的問題 可能會進一步的惡化 那麼因應多地加油站出現車龍的狀況 英國玉書大臣夏博斯呢 趕緊出面澄清 說當地汽油並沒有出現短缺 呼籲英國市民正常加油 不需要排隊還強調 英國還有大量的汽油供應 對於貨車司機短缺 玉書大臣說這是因為疫情擾亂 甚至批評有組織故意在發表 不負責任的言論 只是希望要引入更多的歐洲司機來壓低 壓低這個英國國內當地的駕駛的工資 但是現在民間評論認為 英國脫歐加上整個惡劣的環境呢 導致外國駕駛流失 那麼接下來英國貨車駕駛短缺 直接不是影響的只有汽油商品供應鏈 接下來拉警報的會是 英國民眾要開始搶購日用品 那麼美國已經開始搶購衛生紙了 因為美國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美國媒體報導Investing 說除了晶片荒之外 美國開始各地有這個缺脂荒 嚴重影響當地的零售市場 包含包裝用紙這個需求量大增之外 還有很多商家說 連店家的商品目錄 根本就沒有辦法印出來 還有咖啡店也沒有紙杯可用 現在就連最知名的大賣場Costco 他也限制了這個衛生紙的限購令 那目前看到的就是疫情呢 因為提升了整個電商市場 因此現在全美各地的包裝紙 以及包裝材料的需求大增 有直銷在這個舊金山就說 他們已經早就開始沒有紙的 因為印刷廠的關係 因此他們有將近一億份的商品目錄 是沒有辦法印出來 也沒有辦法送到美國民眾的家庭當中 甚至在整個行業陷入恐慌的時候 也有金融研究公司表示 過往在缺職的時候是可以進口的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美國在這個今年的紙板和紙張的進口量 已經下降了9.7% 而現在Costco的部分呢 除了衛生紙的限購之外 連瓶裝水也在限制購買當中 而且還有業者預估這種上漲的狀況 可能還會持續到2023年 新浪財經報導 美國肯德基最近說 因為缺乏工人幫忙剔除骨頭 導致五股肌肉供應不足 因此肯德基決定暫時不宣傳五股肌肉產品 另外以炸雞翅為名全美國的快餐店 Winstop因為雞翅缺貨 不得已開發新的雞腿產品替代 最新數據顯示美國8月份的瓶類供應量 比去年同期減少兩成 牛肉的儲備呢 比去年同期也下降了7.7% 那麼豬胸肉儲備呢 也比去年同期減少了4成4 降到2017年以來的最低水準 那麼不只是美國餐飲宴供應鏈出現了混亂 香港麥當勞呢 9月11號就說過了 因為全球供應鏈受到不穩定 國際航運的影響 因此暫停供應 麥翠雞翅 英國麥當勞最近呢 則是有1250家的門市 宣布暫停奶昔銷售 而前些日子 就是進入自主隔離的 俄羅斯總統普丁 克里姆尼公宣布 普丁在經過一段的 防疫隔離期間之後呢 到西伯利亞度假放鬆幾天 同時還公布普丁 在當地的林野間 践行還有釣魚 二十幾張照片以及影片 有別以往 普丁是赤裸的上身 展現戰鬥民族的硬漢形象 他曾經赤裸上身騎馬 還有拿著獵槍打獵 也曾經駕駛戰鬥機 但是他這一次度假照片 走的是清明峰 畫面除了這個普丁 站在這個西河當中 甩乾釣魚之外 還有在林間那個山谷上面 散步享受陽光 或者甚至跟這個國防部長 閒聊的一個景象 路透表示普丁在9月中夕的時候 證實他的核心圈裡頭 有幾個人確診感染新冠 而他被迫取消 到塔吉克出席安全峰會的行程 還說自己當時必須要自主隔離幾天 你想知道最到位的國際實事分析 或者是最精準的國際趨勢解讀 請立刻訂閱全球大視野頻道 中天電視頻道首頁底下的頻道精選 第二個就是全球大視野 請大家立刻點擊進入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而在你瀏覽頻道影片之後 也請記得按讚留言 請大家來衝一波訂閱全球大視野 上班鳥是一堆上課緊繃一天 三不五時還要面臨情緒勒索 人生怎麼那麼難 你的好朋友上線啦 一個專門替你補水 一個專門讓你抒發的新天地 不論是聊天室留言 還是加入LINE群組call音 好朋友始終在你身邊 平日晚上週末下午 你的好朋友準時上線 好我們先感謝這個是絕堂的懂內容 他說早安主播早安製作人 台北市有熊好券開放登記了 他說有五種記的排序 不限市民10月4號截止 好我們也感謝絕你的提醒 好另外我們就要來關心到的是 紙本的五倍券 現在是開放預定的第二天 好25號開始開放 那麼經濟部他們最新就統治了 統計說截至昨天晚間9點 人次已經累積有高達566.9萬人 和下午3點公佈的457萬人相比 等於6個小時又湧入了有超過109萬人 預定 那麼其中使用超商事務機 預定的人數仍然是最高的 而選擇數位綁定的民眾 也在持續的增加當中 來到了367萬人 500元好時券 現在只剩下32.8萬個名額 好不過呢 這個是最小面額的啊 就是200元喔 這個對台南這種同版價的小吃來說 似乎是不太親切 不少業者他們是不願意找零的 所以他們寧願就是乾脆不要收 但是全台的旅宿業者 他們現在是磨刀霍霍 像是屏東縣政府就帶頭加碼 只要你平日到屏東這邊來投訴的話 直接就是優惠1000元 連高雄跟宜蘭的五星飯店也都搶推超誘惠方案 春捲餡料不停加堆得像小山 或是大火快炒 鮮魚意麵 上桌還冒著煙 新鮮牛肉切片淋上滾燙高湯 各種台南小吃吸引全台掏客 這回五倍券要來了最小面額200元 台南同盤價小吃該怎麼搶商機 五倍券當然有商機 但找零太麻煩 有業者乾脆不收 面額200實在對我們而言實在太大了 那我建議政府應該是發50或100 對我們小吃業者比較有幫助 如果說花在20塊商品上面的話 有點強迫消費 因為畢竟我們不能找零 面額太大對小吃果然不親切 台南業者搖頭 但屏東旅宿業可是摩拳擦掌 縣府帶頭搶商機 來屏東住宿想折扣優惠 目前我們已經邀集了超過550間的 旅宿及飯店業來參加 平日住宿縣府幫你出500 業者再加滿500 住一晚就優惠1000元 還抽高級飯店住宿券 一開窗還僅盡收監底 肯定每到廉價就擠滿人潮 知名優活度假村用五倍券消費 餐飲滿千送百 而肯定浮華推出一博二十 一碗只要3400元 肯定芙蓉打出優惠抽獎 最大獎入住夢幻Villa一碗 晚餐一律折550元 入住三天兩夜第二晚 續住是免費 期盼在這個振興券的優惠期間 也可以為飯店帶來相當好的收益 全南飯店業拼誰最優惠 宜蘭的莉莉威斯丁酒店 推出一博二十 還加碼三天兩夜 續住最優惠0元起 高雄浮華飯店住宿3600 再送3600 餐飲折底 南北大PK 疫情趨緩遊客出籠 搭上五倍去熱潮 讓業者終於看到疫情曙光 記者台南高雄宜蘭綜合報導 台灣大小市看到這一名19歲的男子 他25號下午開車載著三名友人 經過了新北市新店 他不只是圍停下車之後 還沒有戴上口罩 巡弱員警就上前盤查 但是沒有想到男子是大聲的嗆瞎 最後是被以辣椒水制服 車內更是搜出了暴獵物狼狽落網 男子沒戴口罩遲遲不肯下車 任憑員警三催四請就是不拿出證件 而他正在車外負責開車的朋友 認不住囂張幫槍 同樣也沒戴口罩還大聲搶警 下一秒 不僅曾遭辣椒水伺候 還被壓制在地動彈不得 這群人不配合盤查 讓在一旁舉牌的民眾也只搖頭 他就說我有放我嗎 警察跟他講說我們檢查完我們就走 精神有一點恍惚啦 他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我就是感覺語無論次的 25號笑一點多 信電警方巡弄師發現一輛救車圍停路邊 立刻上前盤查 在後座的王信主閒身旁查回一把藍波刀 腳踏墊上還有一罐疑似爆裂物的東西 而旁邊的謝忻男子也被查獲身上 帶有安非他命三包 這個犯血腦他是公稱說他是自製的 那是拿來防身用 不過警方懷疑一群人 當時準備要去尋仇 也將車上三名男子統統帶回 第一槍炮彈藥管制條例以及毒品醉 移送這半 記者傳轉帽篡山新貝採訪報導 高雄一名富人開車看到了一輛自小客車停在快車道 而且駕駛他還趴在方向盤上面 他是立刻停車幫忙求救 但是男駕駛他是踩油門往前衝 直接撞上了富人的箱形車 一輛深色轎車卡在安全島停在快車道 讓開車經過的富人急忙往前停下 下車看到駕駛趴在方向盤上面 打電話報警求救 警方到場拍了拍駕駛車窗 但駕駛完全沒反應 繞到副駕駛座再拍一拍擋風玻璃 但下個瞬間 駕駛油門踩了往前衝 車身一路擦撞分隔島 最後撞上富人的箱形車 兩輛車撞成一團 富人表情超無奈 車子被撞車身都是刮痕 零件還掉在地上 肖市駕駛推責任 嫌罵富人違規停車 但明明要救你才被你撞 還反被嗆不要救我就好了 讓富人傻眼做人不要太好心 警方調查原來肖市的男駕駛 不是身體不舒服 不是喝酒喝太多 酒測值高達1.42 大白天喝到不省人事 最倒霉的恐怕就是這名富人 好心救人 反而被撞還被嗆 忍不住想喊一聲 喝心後雷金 記者黃迅洪富人高雄報導 台灣在高雄有兩戶鄰居 他們是撕破臉了男子 他居然是拿著長棍毆打60歲的富人 富人被打到全身都是紅腫瘀青 家屬都指控對方已經打人三次 疑似是因為土地糾紛 現在富人忍無可忍決定提告 監視器拍下一名男子手持棍棒 甩來甩去 接著往前衝向貨車 第二 第三 第三 第四 男子完全不留情 狠打四下 雙方拉拉扯扯 婦女想反抗 卻根本擋不住 動腦在地 領地見狀 跑出來勸架 奮力拉開 男子才平手離開 突然說我的頭怎麼那麼痛 我的頭很痛 有東西在打我 結果我往這邊看 原來是他在偷襲我 打差不多三四次 去年也是有過這樣子 他打我先生 被打的就是這名60歲零性婦人 眼睛腫起來 頭頂 額頭 眼睛 再到手腕 全是一塊塊紫色大於青 但雙方爆發肢體衝突 早就不是第一次 我也是工作到一半 然後我坦哥打電話 跟我說你媽媽被打 我也是這兩年才回來 說不知道他們之前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也不曉得 因為我是下班回來 我才知道說 怎麼有警車 因為他們前面就有摩擦了 那以前是我們就加滿了 那個外公給的 他們拿過去 後面就不曉得了 疑似因為土地糾紛 鄰居喝酒就會來笑笑打人 林媽媽心潤 說對方有小孩要養 沒有提告 這次裝了監視器 總共被打了三次 才決定提告 這次不原諒了 我一定要給他告了 雙方因土地問題 里南持木棍草靈女頭部 攻擊依傷害案受離 喝醋瓶為了土地撕破臉 居然狠心動手 不僅土地糾紛 沒解決 還得因為打人吃上官司 記者金獻忠 林英榮 告訴你 他打十次了 立法委員陳柏惟 他強調說 絕對沒有黨買國外疫苗 還說這個是政治抹黑 不過霸Q總部 他們也售出了 6月18號的時候 立法院決議 要買4000萬劑的疫苗表決 結果陳柏惟 他就是投下反對票 叫做政治抹黑 第一 我反對交易疫苗的原因 是因為他說 要國際認證的疫苗 但是不是說是做一個國際 國際認證是做一個牌子 你怎麼說 你怎麼聽我的意思 你可以寫十幾歪去做好認證 你可以寫實藥署認證 你怎麼相信台灣的實藥署 案三二四案 陳柏惟投下反對票 好 大家看到了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 案三二四案的內容是什麼 有一段話是這樣寫 因立即於一個月內 儘速採購完成世界衛生組織 瓜補WHO認證 並列入緊急使用清單之新冠疫苗 並擴大採購至4000萬劑以上 確保疫苗涵蓋率達90%以上 他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嘛 就是你剛剛影片裡面提到的 WHO認證 列入緊急使用清單 那你為什麼要投反對票 不是嗎 那你說如果沒有的話你投反對票 那已經有你為什麼還投反對票 反對加拿大採購疫苗 而且你在線下私底下 為什麼要一直去造謠跟說謊 兩面人 你騙一直騙大家 騙這些沒有看到提案 沒有看到議會歷程的人 以為原來是你講這樣 實際上並不是嘛 那你就應該要真實地面對大家說 對我對不起我選區的選民嘛 因為我投下反對票 明明人家就已經寫得很清楚的標準 但我還要裝傻 所以最後奉勸你 誠實面對自己 跟鄉親好好道歉 也許可以幫你挽回一點點顏面 說一個謊要花10個謊來圓 說10個謊你要花100個謊來圓 更不要說你兩面三刀 表面上說自己當防疫立委 實際上你現在提案就是在否決嘛 你就是反對採購疫苗嘛 我們每一次的指控 我們都是拿出真真實實的證據 而你每一次指控我們 只會說我們抹黑我們知道 可是實際上你拿不出任何證據 證明我們抹黑 證明我們知道 這只證明了一件事情 我們在做對的事情 你慌了 10月23號鄉親們 站出來投下同意罷免票 罷免這個滿口謊言 兩面三刀 信口開河 出口成髒的立委 我罷免陳柏惟案 將會成為朱立倫 他接下來的第一場試煉 那麼前立委郭震亮 他就有提到說 陳柏惟所在的選區其實是偏藍的 另外學者施政鋒也直言 陳柏惟態度高調 恐怕會循著王浩宇的模式 岌岌可危 你看黃傑他可以裝死 你看他其實本來也是很強悍的 對不對 你看他在高中試演的時候 但是他當中華關頭的時候 就是比較低調 人家也勸他說還是採取低調 你知道你越濫 人家就越要把你招 陳柏惟有一點也像是王浩宇的立委本 所以人家想修理他 你知道他就是 某種程度是無厘頭吧 其實因為人家某種程度也是親夫 才會給他拿走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呢 陳柏惟起立後就抓不住 跟他很厲害的一樣 你知道他那張嘴巴 然後他問證真的不是很認真的樣子 秀比較多 所以人家當然要電他一下 那因為其他地方的人 其實你看那些立委都是服務 你知道他們還算 民進黨算是低調 坦白說啦 因為他們現在準備都準備市長嘛 所以廣節善言 不像陳柏惟空腔下來 然後又是一副很冷冷的樣子 所以他就是想教訓 民進黨就教訓他 他現在低調 他把自己逼到牆角了吧 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我不曉得 因為這裡有牽涉到就是說 因為嚴家他如果 你知道不出來幫忙的時候會很難看 因為他上次輸掉這個很難看的嘛 鬆動的 所以他一定要全力動員這邊 所以看不出來 我看不出來陳柏惟可以怎麼樣 坦白講 民進黨幫忙是有用 就是說出來幫忙 總共這點你知道 是有一個矛盾的地方 就是說因為現在接下來就是要萊豬嘛 對不對 藻礁嘛 尤其是萊豬這部分 人家就把它當作暖身動作 哈囉 大家早安 我們時間來到了早上七點 歡迎持續鎖定中天晨報 我是森林 我們先感謝是李孟凡的抖內 他是在問我們的製作人說 五倍券可以快點夠嗎 我覺得應該很多的觀眾朋友都想要知道答案 另外我們來看看誰加入我們的 張煥華看到你了李嘉儀還有劉燕玲 另外呢這個是楊晨光 林婉兒也看到你了 Jesse Ling還有荒野狼 Lisa Liao路過的Lear Wang也加入我們的劉璧珠有看到你 還有呢這個是蘇馬西我看到你 他說二班車上車了 小魚也看到你了 另外這個是鄭仲佑還有天天天藍也加入了 Jovie Ho也有看到你 那就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小林哥也有看到了是洪 洪樂新聞頭條先來看到的是新北市三峽區 在半夜3點10分金船火警 有四名人員他們受困在陽台 那麼起火住戶的大兒子 他是在3點07分的時候離開家裡 所以起火的原因疑似和他有關聯 不過警銷現在還在釐清當中 把時間交給李儀潔 好的主播畫面上才看到這名女子 坐在大樓外的花圃 身上披著大條日經 手上用濕的衣物掩著口臂 表情緊張害怕驚魂未定的嚎啕大哭 一旁的民眾上前安撫女子的情緒 旁邊往旁邊一看 大樓六樓窗戶不斷冒出陣陣的黑煙 消防人員派出雲梯車前往救援 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 台北大社區西洞 半夜3點10分左右金船火警 七戶的建築有14層樓高 在六樓竄出濃煙 還有人人受困在大樓內 有一些但是其他就沒看到 我們知道好像人還在裡面 我們大樓有廣播那個 我們不對都全部衝出來 半夜惡火 不少居民都在睡夢中被驚醒 隨便抓件衣物就衝下樓疏散 大樓外站著上百位居民 擔心的觀望火事 警銷人員貨爆後趕緊前往救援 從陽台救出思維民眾 目前無人人受困 一家五口大兒子疑似有自閉症 凌晨3點07分時離開家走出社區大樓 3點10分傳出火警 而起火點就在大兒子的書房內 目前警銷人在積極聯絡大兒子 懷疑可能與這起火警發生原因有關 以上最新主播 我們來看到花蓮市在22號晚間是金船 有一名男子 以辣椒水隨機攻擊路過的民眾 造成有四個人身體灼傷 警方就根據了車號查出 這一名18歲的周姓男子涉嫌重大 25號清晨就出動了霹靂小組 直接持著拘票到周姓嫌犯家中 將他壓制上口 並且還在他的家中 就找到了犯案用的辣椒水一瓶 事後周姓男子他就說了犯的動機 竟然只是因為他無聊而已 現在全案也依照了重傷害以及公共危險罪 將周姓嫌犯移送法辦 再來看到的是高雄市五甲路有一座停車場 在26號凌晨上演了一起流血衝突 有一名男子疑似因為與女友的保險 理賠糾紛 竟然是遭到了女方的母親以及友人圍毆 當場受傷倒地 自明嫌犯是將一名男子團團包圍 時不時地對他叫囂入罵 甚至是拳腳相向 被害人被打倒在地看起來是十分的痛苦 原來倒地的許姓被害人是因為之前載的女友發生車禍 卻沒有把乘客顯的理賠金額交給女友 才讓女友媽媽心生不滿 將與許姓男子到高雄五甲的一處停車場談判 沒想到雙方一言不合 女友母親就火同三名友人 將被害人打到送醫 4名嫌犯犯案後隨即逃離現場 而受傷的許姓男子臉部及頸部掛彩 事後也被警方緊急送往醫院救治 目前女友媽媽已經落網 警方也正在擴大調閱監視器 要將剩餘三名涉案分子查戲刀案 我們昨天本土是在嘉陵 也沒有任何死亡的案例 那麼國內疫情趨緩了 大家都在問警戒能不能夠降級呢 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他就表示說 中秋節後的這六天裡已經有四天 都是沒有新增任何的本土案例 警戒二級仍然是會持續到10月4號 但是從今天開始呢 陳時中就會宣佈一些鬆綁的措施 至於有沒有要降級呢 還要再觀察一周 中秋連假過後第六天指揮中心宣佈 26號本土再度零確診 也沒有死亡案例 只有8例境外移入 其中6例是緬甸學生 6位境外生可能都因為年紀很輕的關係 都還沒有接種過疫苗 那另外就是序號5跟序號6 各有接種過一劑的AZ的疫苗 所以都沒有辦法符合突破性感染 回顧中秋節後的這六天 除了22號跟24號這兩天 各有一例本土案例之外 其他四天都是加零 顯然即使經過了中秋連假 民眾大量南北移動之後 疫情並沒有像南韓一樣爆發 指揮中心也相當樂觀 南韓當然有基本的一個社區傳播在 台灣因為我們本來在社區傳播上 已經控制到一定的情況 我們至少要觀察個兩個禮拜 陳時中也透露 週一27號就會再公布相關放寬措施 但是二級警戒日前是宣布延長到10月4號 10月5號會不會降級 專家倒是提出了新的平和標準 一個家庭比如說我們平均是四個人 只要三個人打了疫苗 那這一個人剩下的人他就不會傳出去 高危險或者是職業高危險 那這樣子的人的話應該是要到九成以上 邊境防堵戴口罩大量施打疫苗 目前是防疫的三大罰暴 由於中秋節後又是雙十連假 這三大罰暴指揮中心是一個都不敢放 要全面降到一級 陳時中認為還需要更嚴謹的思考 記者林維 王一仲 台北報導 那除了降級與否呢 大家也很想知道 那口罩到底要戴到什麼時候呢 尤其是戶外運動的民眾 對他們來說頂著烈日打球 其實沒有多久你就會流汗 而且還會很喘 但是你只能夠偷偷拉下口罩 喘個氣喝個水之後 又要再戴回去 那麼指揮中心就強調說 口罩其實大家還是要繼續戴著 但是也首度透露了 這個口罩的政策可能會微服調整 烈日下球員回棒打擊 船接球 跑壘激烈運動 沒多久就汗如雨下 而戴著口罩不只很喘也容易黏在臉上 讓人忍不住偷拉口罩喘口氣 在場上做一些比較大的動作的時候 就會很喘 有時候會稍微口罩拉下來喘息一下 然後帶回去 追著網球左跑右跑 因為口罩禁令 民眾戶外打球也不敢隨意脫口罩 更盼望疫情緩和後能早點解禁 打一打有時候就要拿下來 不過民眾恐怕要期待落空了 指揮中心預告27號將公告防疫管制鬆綁 但是口罩規定不會解除 只透露可能微服調整 戴口罩它還是有必要 如果要來開放這個口罩 那當然會從戶外 哪一些沒有辦法使用口罩的地方先來開 或許戶外運動只要能保持社交距離 就有機會脫下口罩指揮中心沒說死 但是台大兒童醫院院長黃立民提出 除非達到疫苗兩劑覆蓋率八成以上 而且疫苗能有效對抗變種病毒 才可能不用再戴口罩 而目前國內完整接種兩劑疫苗的覆蓋率 連一成都不到要脫口罩 怕是還遙遙無期 記者央視序宣傳台報導 所以現在就是要趕快的來提升 我們的疫苗第二劑的覆蓋率 那麼剛好好消息 就是這兩天斯洛伐科跟日本 他們贈送的AZ疫苗 一共是66萬劑都抵達台灣了 那麼指揮中心就宣布了 將在這個月29號配送到各個縣市 並且擴大開放給52歲以上的民眾 都可以來打第二劑 所以只要是打過了第一劑AZ疫苗 而且逆間滿10週的話 都是符合資格的 另外再加上封肩完成的 108萬劑的莫德納 以及呢將近是159萬劑的BNT疫苗 接下來可以說是疫苗的黃金期 長榮班機降落後 海關人員進行通關檢驗程序 9月26號早上6點13分 斯洛伐克贈送的AZ疫苗 16萬劑抵達台灣 加上25號日本送來的50萬劑 AZ疫苗總共66萬劑 預計在29號配送到各縣市 並擴大開放到7月22號之前 打過AZ第一劑 間隔滿10週以上的52歲以上民眾施打 不效日期是110年的10月31號到11月30號 兩個不同的日期 那我們會盡快封肩完之後盡快拿來運用 日本議員佐藤正九更在推特發文表示 贈送疫苗還沒結束 將繼續提供必要的疫苗支援 預告還有疫苗將到貨 而除了AZ疫苗到貨量增加 108萬劑莫德納疫苗也將開打 至於存量最多的BNT疫苗 目前大約還有158.9萬劑 是否有機會開放AZ和BNT混打 來拼兩劑覆蓋率 指揮中心表示仍在研議 而秋冬季節來臨指揮中心也同步公告 公費流感疫苗開打時程 預計分成第一梯10月1號給醫師人員65歲以上長者 等等共11類人施打 第二梯11月到15號則開放50到64歲 無高風險的慢性病成人 但提醒民眾 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 最好間隔7天再施打 才不會有醫療之外的副作用 記者楊士徐所有宣傳太報導 我國疫苗接種的政策 原則上還是以提高第一劑覆蓋率為優先考量 但是現在已經轉為是要滿足第二劑 指揮中心就表示了9月28號 將配送108萬劑莫德納疫苗 29號起配送的是130萬劑的AZ疫苗 都是作為第二劑接種 那麼由地方政府照冊 以及通知符合資格者 他們是不需要上網至這個平台來登記 另外我們要來看到的這一例 新冠疫苗接種之後是引發了心肌炎 其實通常大家會覺得是不是會發生在施打BNT 或是莫德納這樣的mRNA疫苗之後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國內的這一例 它是在打完AZ疫苗之後 它是引發了心肌炎副作用的這個案例 這名男子他是台中一名24歲的男子 他日前是打了AZ疫苗之後 疑似就引發了心肌炎 我們先看到9月9號的時候 他接種了第一劑AZ疫苗 到了隔天的時候他開始有發燒 嘔吐還有胸悶這樣的症狀 到了12號的時候他的心勃過速 就送急診了 一度是因為心臟衰竭 他命危還住進了加護病房 所幸他是連續打了5天的強心針之後 他現在是逐漸的在慢慢的復原了 那我們看到指揮中心他們就表示說 國內其實AZ疫苗的部分 只有6例這樣子的罕見的案例 那莫德納是有11例 所以在AZ的部分確實罕見 打完疫苗身體不適 痛到哭 躺上單架趕緊送醫 先前多次傳出民眾施打莫德納 發生心肌炎副作用案例 現在台中榮總卻出現年輕男性接種AZ疫苗 卻併發心肌炎 指揮中心坦炎不多見 AZ的發生的機率還是比較低的 AZ跟莫德納 跟心肌炎相關的有17例 其中AZ有6例 那莫德納有11例 這名24歲男性在9號打了AZ疫苗 隔了兩天出現發燒心跳加快等症狀 趕緊掛急診 經過轉院治療被診斷出心肌炎 而且血壓偏低還有休克症狀 心臟收縮率甚至只剩正常值的一半 經濟送進加護病房連打了五天強心針 才救回來 9月99號症狀已改善辦理出院 9月24號經衛生所致電關懷表示已經痊癒 都是跟mRNA的疫苗 比如說BNT或者是莫德納有關係 而且是發生在年輕的族群 特別是男性的機率比女性高 雖然不是國內首例 但打AZ引發心肌炎 專家認為跟個人體質有關 沒有辦法在事前做任何的檢查 去預測說 到底這個人打完之後 他有沒有可能有心肌炎的發生 醫師也呼籲民眾 打完疫苗如果出現胸痛 呼吸困難或是呼吸急促 都要趕緊就醫 記者陳正茂 請問到蔡海山台中採訪報導 好 再來看到這個 是全國有81所的高中職 將近8000名的學生 他們得知這個消息真的非常的頭痛 因為他們的學習歷程檔案資料 竟然都被消失了 那麼在26號的時候 教育部長潘文中 他是親上火線道歉 原來是教育部他們每年編列3200萬 預算委託濟南大學開發的公版模組平台 在上傳的過程當中 因為虛擬主機人為設定的失誤 導致這些資料全部都不見了 那麼學生的心血通通都白費 這下只能夠重做 藍英就狂轟 教育部竟然會犯下如此低級的錯誤 相關的人士應該要下台負責 攸關大學生學的高中學習檔案 竟被消失 因為外廠商除包導致80所高中職 近8000名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 資料遺失 影響範圍是9月5號到9月22號 新上傳的檔案 由濟南大學團隊協助開發公版模組 資料遺失部分 在學生上傳到學校平台這一關卡 原先為了強化資安 才把各校資料搬移到 新機房的虛擬主機 沒想到其中三台虛擬硬碟 因人為設定錯誤導致25000多筆資料遺失 學生的心血等於白費 老師還要花時間重新認證 錯誤實在是也匪夷所思 在這個設定的一個過程 是不是有一個檢核的機制應該要去強化 工程師的一個失誤 就造成這麼大的一個問題 很難讓大家可以去認同這樣的一個處置 對受影響的師生表達最大的歉意 給教育部一個最大的教訓 這樣的事情絕對不容許再發生 儘管教育部長親上火線道歉 強調究責到底 成立專案小組協助處理 依舊難憑師生和家長的怒火 國教署提供的公版系統 數單機版 需有人力定期維護更新 北市則是雲端版能自動更新備份 這回才能幸免於難 學習歷程就是一個擾民的過程 你把學生搞死了 這是可惡嘛 你害了多少學生啊 人家多少心血多少努力 真的是低級錯誤 當然要下台嘛 而且不只一個人下台 相關人都應該下台才對 國教署每年編列三千兩百萬 委託近南大學執行系統圍運 沒想到這次人為疏失 學生心血付諸流水 重做又得花大把時間 這也凸顯資安風險管理大有問題 記者新聞林佩傑台北探訪報導 所以總共呢 是2.5萬件這樣的高中學習歷程 檔案全部都消失了 現在怎麼辦呢 教育部國教署長彭富元 他昨天就提出了四項的補救措施 那麼其中就包含了 安排第一線的教師 來協助這些學生 來重置並且上傳未備份的檔案 但是現在教團就提出了質疑 學習歷程檔案 原則上這個規定就是 你上傳之後 你不可以再做任何的更改 那麼如今你就形同開後門 補救政府資安的疏失 提供原本來不及上傳 或是想要調整內容的學生一個機會 那麼這樣子的話是有失公平性 好另外我們再來看到這個是 某所大學機械系的系友 他們在25號中午的時候 他們是在台中豐原一家餐廳來聚餐 60個人喔一起吃飯 那餐廳的確他們有安排了梅花座以及隔板 但是這些客人疑似就是擅自把隔板全部拿開 甚至有沒有看到他們還走來走去逐桌禁酒 過程當中還有來一張大合照沒有人戴上口罩 那麼對此餐廳就解釋說 其實當時他們有提醒客人不要離開座位來敬酒 衛生局他們也指出了會前往來稽查 如果違規屬實的話 那麼餐廳以及客人將會個別開罰最高15000元 餐廳座位上八名男子站著每個人手拿酒杯開心聊天 氣氛超嗨 幾個人越聊越盡興 不免要乾杯喝一下 但仔細看人和人之間根本沒保持安全距離 彷彿在沒有疫情的世界裡 許多客人還不停到別捉禁酒 60個人聚在餐廳內大合照 沒人戴口罩笑得很開心 這驚人畫面讓人看傻眼 25號中午某大學機械系系友舉辦理監視會議 地點在台中市楓原一家餐廳 洗開石桌上下卻被發現座位沒擺放隔板 客人也沒有梅花座全都擠在一塊 甚至好幾個人逐桌禁酒 影片被PO上網後網友痛批是防疫破口 而實際找到這家餐廳 業者也出面解釋 業者在餐桌上擺放隔板並實施梅花座 餐廳指出當天是客人自行拆除隔板 也有上前勸導但對方不理會 餐廳是用套餐式的方式 在這邊用餐 不要擠桌禁酒這樣 有防疫上的問題 有跟他們告知 另外衛生局則指出 將前往餐廳積查 前往該餐廳積查 B07 業者是否落實防疫管理責任 或者入場民眾未能遵守規範 衛生局強調如果違規屬實 餐廳和客人恐怕個別走罰三千到一萬五 另外民眾禮桌禁酒 依法開罰最高三十萬 可別為了一時歡樂吃上罰單 記者連家慶王百英台中采訪報導 好的我們看到這一位是嘉義一名26歲 就讀中正大學的研究生 他在10號的時候打了高端疫苗 那16號他騎車的時候突然是跌倒送醫 醫生就表示疑似是頸動脈血栓 他的父母親就趕快從桃園一路趕到了嘉義 他們沒有辦法接受 平常都在健身蠻健康的兒子 現在竟然是躺在了家戶病房 那原本他們兩個人就住在兒子的租錯 但是沒有想到好像被房東給感人了 現在讓父母心裡焦脆 背著背包騎著腳踏車 黃爸爸看著兒子帥氣的照片滿滿不捨 因為兒子10號打高端 16號卻騎車跌倒住進家戶病房 說26歲的兒子身體原本相當好 常常健身也很注意飲食 強烈質疑會突然暈倒 是因為打了高端 出現頸動脈血栓 俗稱腦中風 接到兒子暈倒 夫妻兩人放下工作 從桃園南下嘉義 原本住在兒子的租屋處 但卻爆出 房東怕其他學生有染疫風險 完轉感人 現在我們搬走 也不是因為說 房東不給我們出 不是 那是他的考量 兒子疑似發生打疫苗 不良反應已經10天 但兒子狀況都沒有起色 讓父母親心裡焦脆 天天跑醫院 也天天到廟裡 拜拜祈求保佑 同學們也錄音 幫兒子加油打氣 希望讓兒子撐過這一關 你要努力行過 有沒有聽到 記者侯國文嘉義報導 目前全台的酒店 還有舞廳等等的娛樂場所 就是因為新冠肺炎疫情 現在他們的解封是遙遙無期 那麼停業已經有超過四個月了 台南市有一名酒店小姐 她就是為了要賺錢 她日前就想說 她要轉職到殯葬業 來當禮儀招待小姐 但是因為她面試的時候 穿得實在是太辣了 她露出了胸前以及大腿的刺青 業者竟然就伸出了賢豬手 來性騷擾 現在酒店小姐份兒報警提告 好了 我們來看到這個沒有下雨 怎麼還會發生山崩呢 這是在南投縣的仁愛鄉 親愛村往萬豐村的路段 在昨天中午12點左右 邊坡土石是崩塌了 那麼這裡是奧萬大網埔裡的重要道路 警方互報趕緊到場 在攤方處的前後50公尺 是拉起了封鎖線 並且就是封閉了雙向的車道 預計要到今天上午才會開放通行 那麼土石崩塌的原因 一度懷疑是跟山區溫刹那 熱障冷縮有關聯 那麼南投縣公務處 他們現在是研判當地市破碎岩 地質鬆動導致山崩 南投仁愛山區土石崩落 一開始只有零星小土石 沒想到才沒幾秒鐘 就變成大面積崩塌 山區道路頓時被揚起的煙塵遮壁 還好有把它封起來 有車經過就完蛋了 遠景趕夫現場 在前後50公尺拉起封鎖線 封閉雙向車道 事發在南投仁愛頭83線 14.3公里附近 在清愛村往萬豐村的路上 還好土石大量崩落前 警方就來警戒 沒有人車受傷 雙向無法通行 該出地點為阿灣大風景區 往埔里市區的要道 原本還以為是熱障冷縮導致 根據中央氣象局網站 南投仁愛鄉26日最低溫 是在清晨5點到6點間 只有15度 到了上午11點 溫度攀升到26度 中間相差11度 不過南投縣公務處研判 主要原因是地質鬆動導致 沒有下雨但是它那個土石 本來就鬆動的 田灘過了 就會繼續再灘 目前這個路段還在封閉中 要等土石清理完畢 沒有安全疑慮才會開放通行 警方呼籲民眾要避免靠近 有計劃走這條道路的話 也要暫時改走替代道路 預計27日上午會開放同車 記者曾偉向皇祥父王 詩涵南投採訪報導 大家早安 時間來到早上7點22分 到我們的氣象時間 那目前可以看到台北市外頭 其實天氣還算是相當的不錯 那麼今天是一個多雲到勤的好天氣 我們先來看到今天的日期 今天是9月27號星期一 目前台北市外頭27度左右 今天的降雨機率是10% 我們就先透過衛星名圖 來關心一下今天的天氣狀況 那麼今天原則上 全台各地都是多雲到勤的好天氣 但是要注意的是中午過後 加以以南地區還有山區的部分 都還是有機會下起午後雷震雨的 不過在溫度的方面呢 要提醒大家早晚的時候 其實還是稍微比較涼一些的 低溫大概在24到26度左右 但是到了白天的時候 太陽出來之後 溫度就會慢慢的往上攀升 各地的高溫都可以來到 大概是33到35度左右 所以我們要提醒大家外出的話 還是要記得多補充水分 尤其到了正中午的時候 感受上來說是會比較炎熱一些 另外我們就要來關心到蒲公英颱風 我們來看到它的路徑前示圖 目前它是一個強烈颱風 那其實它走的速度算是蠻慢的 它現在是大概以每小時8公里的速度 朝著西北的方向來前進 目前看起來它是不會直撲日本的 但是一定也會影響到日本的天氣 那麼目前其實蒲公英颱風 它距離台灣相當的遙遠 原則上是沒有任何的影響 但是我們要特別提醒的是海上的風浪 這一個禮拜都會是比較偏大的一個狀態 主要就是受到強台的關係 所以我們要提醒包含東半部地區 還有恆春半島沿海地區的觀眾朋友 以及海上作業的觀眾朋友 這幾天都還是要各家的注意 另外我們再來看到定量降水預報圖 來關心一下今天的降雨範圍 我們先看到的是基隆北韓岸跟宜蘭 最主要因為這幾天還是吹著東北風 所以包含了宜蘭以及這個基隆 都還是會稍微下著一些局部的短暫震雨 另外就是到了中午過後的時候 包含了山區的部分呢 以及就是中午過後加以以南地區 不止山區的部分 近山區的平地 也都是有機會下起午後雷震雨的 而且局部還是會有較大的雨勢 所以提醒大家 沒事的話就不要前往山區來活動 入夜之後 午後雷震雨大致上都趨緩下來了 不過山區的部分 還是會稍微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另外就是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基隆跟宜蘭還是會持續的下雨 而且會影響到禮拜二左右 我們來看到天氣走勢圖 但是今天跟明天 都還是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就要提醒了基隆跟宜蘭地區的觀眾朋友 這幾天外出的話 還是要記得攜帶雨具 到了禮拜三禮拜四的時候 會是這個禮拜天氣最穩定的兩天 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雲這樣的好天氣 所以溫度當然也會來得比較高一些 可能都會來到35 36度 所以這兩天大家出門的話 一定要注意防曬的工作要做好 另外東半部地區 稍微會下一些零星的短暫陣雨 那麼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其實水氣會開始慢慢的變多油 尤其是在東半部地區 要開始下起局部的短暫陣雨了 另外各地午後還是有機會 下起午後雷陣雨 最後關鍵字 我們要來提醒大家 今天是多雲到晴 水氣比較偏少的一天 那麼主要就是北海岸還有東半部地區 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會稍微下著一些局部的短暫陣雨 另外就是加以南 近山區的平地 還有山區的部分 這幾天都還是有機會 下起午後雷陣雨 所以提醒大家 外出的話還是記得 攜帶語句 以上就這節氣象資訊 提供給您 想知道真相 想知道真話 最強的監督 最好的選擇 中天新聞 看廣告就是支持中天 多看一隻就多幫一點 看滿30秒 讓中天更強大 好 我們進來看看有誰加入我們了 這是飯糰不加油條 還有Alex Tang 有看到你了 好服務 還有李源 另外呢 這個是謝震元 賴明生 有看到你了 這個是黃志昌 還有鄭秋美 好 儀匹 也看到你加入我們 Gin Chao 蘇安心 還有巧比 好 另外呢 這個我剛剛看到了李彩晶 他就說了中天有主播要回歸了 他說實在是太開心了 好 我們就要來提醒大家 等一下到了7點59分59秒的時候 記得要轉到我們的中天新聞頻道 那麼沒有錯 今天就是由小麥主播麥玉傑 要回來跟大家見面了 那希望到時候大家都可以轉到我們的中天新聞頻道 因為可以將您的觀看 直接轉成點閱數 對我們的營收才會有實質的幫助 那麼希望大家可以跟著小麥一起衝勁發燒棒 好 接下來回到新聞現場 我們持續來關注到國民黨主席的選舉落幕了 那麼前主席朱立倫 他是以45.78%得票率當選 他是國民黨主席直選以來得票率最低的一次 也是首位票數未過半就當選的主席 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他也在昨天早上9點發來賀電 重申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那麼朱立倫復電 則是痛批民進黨反中去中破壞兩岸的現狀 那麼至於選戰的大黑馬呢 也就是張亞中 則是在北高大票倉表現起來相當的亮眼 也被視為選戰活旗 經歷史上競爭最激烈的黨魁之戰 驚險勝選的朱立倫得票率不到五成 他也創下黨主席直選以來 得票率最高與最低紀錄 而在明年九合一大選之前 他得先闖過10月3Q罷免案 以及年底四大公投兩大難關 年底四個公投就是對民進黨的不信任投票 就是導蘇貞昌內閣的投票 那個公投票全部投同意 讓蘇貞昌內閣下台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也在朱立倫宣布 勝選後14個小時 少來賀電重申堅持九二共識 與反對台獨立場不變 朱立倫歸電則痛批民進黨 採取去中反中政策 改變兩岸現狀造成兩岸形勢險峻 我的回電當中也是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 再加上我主張的求同遵義 民進黨反正就是逢中必反 我們不會擔心這些綠營逢中必反 又在那邊抹紅 黨魁選舉中異軍突起的學者張亞中 由於七月氣打莫德納 也在選後隔天接種BNT疫苗 而他在北高兩大票倉 緊咬朱立倫 成為選戰最大Gamer 甚至被視為布局北高的國旗 我目前沒有這個規劃 我在乎的是這個樹根 而不是在乎這個樹幹或者樹枝或樹葉 張小宗很強 這股力量是不容忽視的 所以張小宗 你說他是黏玉也好 至少給國民黨帶來一個刺激 得票處不如預期 只拿下一成八的江啟城 爭取連任失利選擇重回街頭 3Q行動全面啟動 黨主席選舉之後 如何米平選戰傷痕重返執政 將是百年老電信的掌舵人 最大考驗 記得綜合報導 另外就要來看到陸委會 他們就批評朱立倫 不應該媚於事實迎合對岸主張 那麼對此朱立倫他就反批 他說綠營各派系 其實就只會使出他們慣用的抹紅劑量 清潮而出的批評他主張的求同尊義 而陸委會現在不應該是淪為打壓兩岸關係委員會 好 另外我們要來看到資深媒體人 鍾延黃他與民進黨的立委蘇巧惠 都是抨擊了復電當中這個紀元不見民國 那麼蘇巧惠他更酸 原來朱立倫的直至是要成為第二個林鄭月娥 那麼前國民黨青年黨團的這個總長 這個是呂慶偉 他就拿出了民進黨中央他們發出的公文 上面是完全沒有民國紀念 並且他就痛批說難道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他才是林鄭月娥嗎 這一節台灣大小事來看到現在全台灣的疫情 緊接是降到了二級 那麼在高雄 南寮 漁港這邊 假日市場還有餐車來助政 所以現場是十分的熱鬧 但是主辦單位就規定了 如果你要逛市集的話 你全程都要戴好口罩 也是禁止邊走邊吃 但是還是有人忍不住了 拉下口罩偷偷喝飲料 買了一杯涼涼的飲料 想要邊走邊投喝幾口 立刻被抓包 真的好尷尬 南寮漁港假日的迷你市集 用盡滿滿人潮 大人帶著小孩 還有情侶手牽手逛市集 但規定全程都要戴口罩 偏偏有人講不聽 工作人員不定時舉牌巡邏 除了餐車的內用區 其他地方通通不能吃東西 這位媽媽只好躲在陰涼處喝水 小朋友開心吃著冰 說好的外帶回家吃 沒兩下就破功 也會怕 所以我們就如果有人群 我就盡量避開 還是會 可是就是要小心 書班單位雖然嚴格控管 人流還要實聯制 但大家矛起來逛市集 又拉開社交距離 似哭又難度 我們會把人數控制在300人以下 那還做一些分流 不只市集 人潮爆棚 漁港的沙灘也滿滿都是人 小朋友玩水堆殺 大人假日放風 雖然很自律 口罩戴緊緊 但就怕出現害群之馬 讓防疫出現漏洞 記者登明黃世雲 高雄報導 好 另外我們來看到這個 是火龍果呢 其實它是含有豐富的礦物質 以及膳食纖維 果皮是比果肉還要更具有營養價值的 那麼有日本網友 他就大玩創意 他是拿火龍果皮當作了生魚片 那麼出乎意料的 口感像極了生魚片 在推特上面也引起了網友的效仿 他們都說真的是入口即化 他們就紛紛地把果皮 製成了火龍果皮凍 還有火龍果沃壽司等等的料理 好 另外我們再來看到 最近受到疫情的影響 很多人都是會叫個外送 並且會選擇無接觸的取餐 不過高雄有一名男子 他是點了外送 他要求外送員是放在外面的藤椅上面 結果沒想到訂單是被取消了 而且還被要求他要支付費用 他覺得莫名其妙去掉了監視器 才發現竟然是外送員 擅自拿走了餐點 他就氣得公布了這個事情 那麼由於他向客服反應了狀況 但是都沒有得到回應 那現在網友們也留言 建議他可以先報警處理 再與客服來溝通 那麼如果仍然是沒有幫忙處理的話 再來進行下一個動作 不過沒有想到 竟然還有外送員是偷走自己同業的裝備 我們都知道外送員出門在外 其實輔助的裝備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在新北中和 只有一名外送員 他是大喇喇的 直接將同業的裝備全部都偷走 被害人他掉了監視器之後 現在又氣又無奈 他直呼同行竟然還會來互相陷害 大批的網友也很酸的 這種偷竊的手法 簡直就是跟軍中高裝簡實 偷裝備的方式一樣 一大清早一名騎士鬼鬼祟祟祟 到一棟民宅前停下 停車後抬頭發現監視器 但他不以為意 順手就打開別人的外送箱 偷走裡頭的保溫杯架 想不到他還不滿足 又摸走另外一輛機車上的小外送包 似乎要將外送裝備蒐集齊全 這才揚唱而去 遭竊住戶又氣又無奈 怎麼也沒想到 車子停在自家門口 竟然也會遭到小小光顧 公布監視器畫面後 也引來網友留言怒嗆 難道是像當兵高裝簡缺裝備 就去偷嗎 現在偷裝備 以後就會偷吃餐點 甚至有人怒酸 該不會連車都是偷的 但這種同業互偷的離譜行徑 難道是一種常態嗎 人家少有這種情形發生 很少 人家應該偷他下班 沒關係 就是停很久 究竟是多昂貴的外送配備 讓小偷不惜犯法也要偷 實際找上外送員 除了公司標配的外送箱之外 外送員幾乎都會添購保利龍杯架 成本大約60到80元 進階版的外送箱 甚至會加裝掛勾及隔板等等 成本則是兩星人左右 一般進負款就好了 這是裝備沒有意義的 警方目前擴大調閱監視器 已經鎖定嫌犯機車 要將這名貪小便宜的裝備小偷 逮捕歸案 據者張兆鵬 尤濤 新北參訪報導 高雄火車站的日式舊車站 19年前平移 今日本體回歸 那麼最近還上演了光雕秀 但是被網友酸說 白天的時候看起來真的很好看 但是到了晚上 變成這樣黃黃綠綠的 有人說看起來就像紙紮房 就只插了兩尊善男信女 那麼全部遷移工程 總共是花了2.5億元 又民眾認為實在是花太多錢了 但是動線卻是改來改去 有點困擾 民眾騎車經過高雄火車站建國路 抬頭一看正前方建物 深紅色屋頂橘色梁柱 色彩搭配很有衝擊感 還有牆面大面積的亮黃色亮綠色 看起來超詭異 其實這棟就是舊車站願景館 網友說白天看起來整體還不錯 晚上真相紙紮房 就缺兩尊紙雕善男信女的酸度破表 有點太單一沒有變化 跳一下子 普普通通啊 說實話感覺有點隨便 高雄舊車站願景館 夜晚看起來超詭異 但整體工程卻很浩大 2002年先向東南方 平移82公尺 花1億元 2021年返回原地 又花了1億5000萬元 歷經19年耗費2億5000萬 不必要花那麼多而且拖那麼多的時間 因為時間點已經花很長了 因應未來車站完工 目前雙將通行的戰溪路剛通行車禍平傳 未來也將改成單行道北向南 在興建戰東路同樣單行道南往北 恐怕又會有一段適應期 也引起網友不滿 一來一去不累嗎 車站快蓋好比較實在 明治明高花得好不心疼 先把動線搞好吧 要看路面的狀況 因為現在我們也會很怕 你騎這個還是會有點滑 要完成規劃 他裡面的設備都還不好 越輕越好 舊車站願景館前移周邊道路動線一改再改 甚至夜晚的紙紮詭異光影 也讓民眾額頭忍不住冒出三條線 繼續洪富人王書宏高雄報 時間來到7點37分 到我們的讀報時間 我們先來看到是根據國防部 交給立法院的施政報告 下年度國防公務預算編列了3726億元 那麼如果要加計這個新式的戰機 採購特別預算401億 以及基金預算590億的話 國防預算的規模是達到了4717億元 另外根據了解 國防部的海空戰力提升計畫 採購特別預算上限2400億 如果審查通過的話 將會分為五個年度 那麼明年就會先支出大約是460億元 也就代表說明年的軍費支出 將會創紀錄是高達5177億多元 好 另外我們再來看到 就是百萬億南要來注意囉 因為為了要讓億南在國家 遭受軍事威脅的時候 能夠立即動員 立即作戰 那麼國防部幾日起就要 試行新版軍事訓練役 不但是恢復了億南在新兵訓練之後 需要下部隊 視為常備部隊接受管理 那麼同時也要落實外島籤 所以有可能會抽中金馬獎 那麼新智將會從本月起開始試行 好 所以我們來看到是北市現在呢 是由內湖還有迪化兩座的污水處理廠 那麼每年最多是能夠產出 超過千萬噸的再生水 但是有議員王后她就質疑說 其實過去的六年間 就只有產出1556萬噸的再生水 只有呢佔產能的大概是23.6% 她就質疑這樣是不是在浪費水資源呢 那麼北市衛工處他們強調說 是依照實際需求量來生產再生水 那麼未來將會由工而私 加強推廣再生水的利用 中天新聞 人民火大Call-in專線 每天下午4點5點 一放Call-in聽你說 電話02-6600-0000 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唯一指定電商平台快點購 多元流量曝光完善合作機制 創造更多銷售機會 歡迎優質廠商加入 立即撥打客服對話 0800-660-608 或上網搜尋快點購 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我們邀請大家一起加入我們中天電視會員 中天會秉持真道理性 真愛台灣的理念 堅持扮演好媒體第四拳的角色 請立刻到中天電視頻道首頁 右上方的加入鍵 點下去完成加入會員的程序 加會員挺中天一起成為監督的力量 好 另外來問問大家 有沒有失眠或是睡眠品質不好的困擾呢 根據台灣睡眠醫學學會的統計 台灣每五人就有一個人是深受失眠之苦 那麼全台失眠的人數將近五百萬人 在基隆社區擔任土豐武老師的陸玉琴就是其中一個人 沒到了夜晚睡覺的時間總是翻來翻去 這個問題也困擾他二十幾年 明明到了睡覺時間可是就是翻來翻去睡不著 有這樣困擾的是在基隆社區擔任土豐武老師的潘媽媽 在舞台上帶著婆婆媽媽們隨著音樂扭搖擺臀 但每晚的失眠讓她好煩惱 晚上睡的時候都翻來翻去 如果真的入睡的時候都是天剛亮 天要亮的時候才真的睡著 長期的失眠糾纏讓潘媽媽精神注意力不集中 做什麼都提不及盡 她曾尋求嘉醫科醫生幫忙 醫生也建議說不然你就吃那個安民藥 就是控制一下這樣比較好睡 我不熱 但有一天兒子帶回了這項風膠產品 然後吃了這個風膠以後 晚上都很好睡 不會說一覺到天亮 15點鐘會起來一次 回去以後還是繼續睡 精神 顏色都比較好 它的成分除了風膠 黑大蒜 其實它還有包含穩定我們腦部神經的一些 譬如說像Gava這種神靈傳進物質 還有軟磷子還有磷子酸酸等等 睡眠本身就是人體治療的過程 擁有良好的睡眠品質就能在清醒時 讓大腦功能和身體狀況發揮更好 遠離疾病風險 支持中天支持幼症的好朋友 你可能還沒有打到疫苗 但儘管如此也請你好好的照顧自己 保護家人 在這邊我要推薦中天品牌合作夥伴 他們的全能風膠圍倒農粹膠囊 可以調節生命機能促進新陳代謝 揚言美容幫助入睡 當然了正常發揮所有的觀眾朋友 有專屬優惠 現在買兩盒送一盒 宥正誠志的邀請您來加入我的會員 讓中天新聞 讓王宥正永遠正常發揮 我們先感謝佳龍 他說小太太早安辛苦了 感謝佳龍的斗內支持 另外回到新聞現場我們來看到 是我國農產品平均關稅是15.6%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也就是CPTPP的會員國 他們執行農產品自由化 平均96.2%的農產品關稅都是零 那我國申請加入CPTPP 對國內的農業衝擊其實是蠻大的 農委會就表示 將會在談判的過程當中 參考日本以及加拿大的例子 要來爭取豆米等等敏感的產品 排除降稅 或是爭取較長的降稅期 來避免對我國的產業造成影響 另外來看到的就是世家的部分 現在就是在他們的採收期 但是大陸卻是暫停台灣鳳梨世家輸入 那麼農委會國際處長林佳榮 他就表示說 這一次是要將我們的世家外銷市場 轉移到其他的國家去 並且正在檢討提高外銷獎勵的標準 但是有專家就給出了建議 他就說你與其討論如何你要轉銷到其他的國家 你不如先確保年底這一批採收的世家 他是沒有藉殼蟲的 再來爭取與對岸協商 這樣子比較實際 我們持續來關注到立法委員陳柏惟 他現在是強調說 他絕對沒有黨買國外的疫苗 還說這個就是政治抹黑 但是霸Q總部他們也秀出了6月18號 立法院決議要買4000萬劑疫苗的表決 結果陳柏惟他就是投下了反對票 那麼發言人Max他現在就痛批說 陳柏惟他現在是不斷地公然說謊 叫做政治抹黑 第一 我反對教育疫苗的原因 是因為他說要國際認證的疫苗 但是不是說是對一個國際人 國際認證是對一個牌子 你怎麼這麼說 你怎麼聽我的意思 他可以30秒去做好認證 他可以說實藥署認證 你不相信台灣的實藥署 案324案 陳柏惟投下反對票 好 大家看到了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案324案的內容是什麼 有一段話是這樣寫 應立即於一個月內儘速採購完成世界衛生組織 瓜補WHO認證 並列入緊急使用清單之新冠疫苗 並擴大採購至4000萬劑以上 確保疫苗涵蓋率達90%以上 他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嘛 就是你剛剛影片裡面提到的 WHO認證列入緊急使用清單 那你為什麼要投反對票 不是嗎 那你說如果沒有的話你投反對票 那已經有 你為什麼還投反對票 反對加拿大採購疫苗 而且你在線下私底下 為什麼要一直去造謠跟說謊 兩面人 你一直騙大家 騙這些沒有看到提案 沒有看到議會歷程的人 以為原來是你講的這樣 實際上並不是嘛 那你就應該要真實地面對大家說 對 我對不起我選區的選民嘛 因為我投下反對票 明明人家就已經寫得很清楚的標準 但我還要裝傻 所以最後奉勸你誠實面對自己 跟鄉親好好道歉 也許可以幫你挽回一點點顏面 說一個謊要花10個謊來圓 說10個謊你要花100個謊來圓 更不要說你兩面三刀 表面上說自己當防疫立委 實際上你現在提案就是在否決嘛 你就是反對採購疫苗嘛 我們每一次的指控 我們都是拿出真真實實的證據 而你每一次指控我們 只會說我們抹黑我們造謠 可是實際上你拿不出任何證據 證明我們抹黑你 證明我們造謠 這只證明了一件事情 我們在做對的事情 你慌了 10月23號鄉親們 站出來投下同意罷免票 罷免這個滿口謊言 兩面三刀信口開河 出口成髒的立委 好了 德國媒體報導 德國選民這次沒有明確推出第一大黨 那麼按照德國法律 誰能組建政府 那誰就能獲取德國總理的寶座 德國國會大選投票 從當地時間上午8點到晚上6點 那麼是在台灣時間 昨天下午2點到晚上12點截止 一共6000多萬名18歲以上的 德國民眾是有資格投票的 那麼在投票的前夕 預計超過三分之一的選民 沒有決定要投票給誰 而另一方面 提前郵寄投票的德國選民 則是創下新高 選舉結束之後 各黨將召開領導階層會議 而各黨新當選的議員 也將在這個星期舉行第一次會議 預計新選出的國會 必須在選後30天之內 也就是10月26號之前 舉行就職儀式 路透的報導指出這次選舉 將產生第一個分裂國會 那麼社民黨和基民黨 不論是誰獲勝 最有可能的做法 都是尋求和綠黨 以及自由民主黨 組成三黨聯合政府 德國國會大選的投票 結束之後 路透的這次指出說 這次的大選當中 勝負難料 而且中間偏左的社民黨的支持度 略略領先總理梅克爾的基督教民主黨 不過差距就在這個誤差的範圍之內 而且兩黨的支持度 其實都只有20幾個百分點 離單獨過半其實是有很大距離的 而結果揭曉之後 目前德國投票領先的這個政黨 預計將要展開來阻隔談判 甚至這個阻隔談判被研判 有可能會長達幾個月 甚至更長的時間 那麼這段時間 梅克爾可能就繼續擔任 看守政府的總理 而67歲的梅克爾 從2005年開始掌權之後 2018年的10月 因為基民黨在地方選舉大半 因此梅克爾就宣布 他不再爭取第五任期 那麼這次的大選 將為梅克爾的16年執政劃下據點 因此德國大選結果 也將決定德國 這個歐洲最大經濟體的未來 德國保守派的這個世界報報導 大家都知道 如果梅克爾支持的 拉謝特輸了 那麼梅克爾的政績也就完完了 報導指出說 因為只有拉謝特贏了 那麼基民黨才有可能 繼續的延續 梅克爾過去16年以來的政策 德國編輯網路這個報導也預測 德國將會有一場大地震 指出國會黨團領導人這個職位 可能會出現激烈爭奪 報導也指出 基社黨將會對比較大的 這個基民黨炮火全開 而英國衛報還有每日電訊報 再度的報導 德國總理梅克爾的任期 接近尾聲的時候 其實他的招牌套裝 也有可能會淡出國際舞台 退出政壇之後 梅克爾是不是會捨棄 他平常習慣穿的褲裝 嘗試一點不一樣的裝扮呢 外界其實還存著疑問 因為梅克爾執政16年 幾乎永遠穿著款式很相近 但是色調不同的套裝 圖片上可以看到幾乎 據說是將近100個顏色 那麼2012年的時候 就曾經有荷蘭藝術家 集結了梅克爾幾十張套裝 照片做成色票 最近公布的新聞照更可以看得出來 梅克爾在過去16年 至少穿過100多種不同色彩的套裝 英文衛報說 梅克爾有一點寬鬆的上衣 搭配長褲的這樣子的搭配 雖然曾經被時尚界負面評論 但是對梅克爾來說 卻是最適合和各國男性政治家 打交道的權力服裝 衛報說 梅克爾偏愛德國設計師的作品 而他的套裝看起來 每一套都一模一樣 但是其實還是有些回差異的 梅克爾在2019年的時候 也曾經對德國時代週報說 如果一名男性連續穿 100天深藍色的西裝 不會有任何問題 但是呢 梅克爾他自己在兩個星期內 把一件上衣如果穿了四次 那麼這個時候 可能就會有德國國民寫信給他了 現在據說柏林的杜莎夫人蠟像館已經超前部署 幫梅克爾的蠟像換上休閒服 只是不知道梅克爾真人 是不是會馬上改穿休閒的服裝呢 日本時事通信社報導 日本後生勞動大臣田尊憲九 昨天在電視節目上表示 9月底包括解除緊急事態宣言在內 日本呢 這個部分應該是可以實現的 但是19個都道府縣 是不是可以全部解除 還要再做最後的判斷 因為還不可以安心 必須要為即將進入冬天的狀況 可能發生的下一步疫情做好準備 日本從疫情爆發以來 第四度針對東京都發布緊急事態宣言 其實從7月12號上路以來 中間歷經了幾次的擴大試用地區與延長 現在總計在19個都道府縣實施 很有可能是在9月30號可以解除 但是勞動後勞大臣也強調 沒有辦法馬上完全放寬的原因是因為 不得不分階段來進行 就是因為就算接種疫苗 其實還是有一定的風險 因此必須要進行相關的實驗來證實 逐步放寬相關限制 但是英國脫歐 再加上新冠疫情的衝擊 現在出現的問題是 大型貨車的駕駛是缺工的 包含了油罐車的駕駛短缺 直接衝擊英國石油供應鏈 那麼現在的英國加油站出現的是 沒有可加被迫暫停營運 倫敦以及肯特軍部分加油站 從24號開始就出現大排車龍 民眾爭先恐後開車前往加油站來加油 但是加油站警告 因為缺油 這個油罐車的駕駛是缺工的 汽油根本沒有辦法 從煉油廠直接運到加油站 因此汽油短缺的問題 可能會進一步的惡化 那麼因應多地加油站出現車龍的狀況 讓英國運輸大臣夏博斯趕緊出面澄清 說當地汽油並沒有出現短缺 呼籲英國市民正常加油不需要排隊 還強調英國還有大量的汽油供應 對於貨車司機短缺 運輸大臣說這是因為疫情擾亂 甚至批評有組織故意在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 只是希望要引入更多的歐洲司機來壓低 壓低這個英國國內當地的駕駛的工資 但是現在民間評論認為 英國脫歐加上整個惡劣的環境 導致外國駕駛流失 那麼接下來英國貨車駕駛短缺 直接不是影響的只有汽油商品供應鏈 接下來拉警報的會是 英國民眾要開始搶購日用品 那麼美國已經開始搶購衛生紙了 因為美國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美國媒體報導Investing說 除了晶片荒之外 美國開始各地有缺脂荒嚴重影響 當地的零售市場 包含包裝用紙這個需求量大增之外 還有很多商家說 連店家的商品目錄 根本就沒有辦法印出來 還有咖啡店也沒有紙杯可用 現在就連最知名的大賣場Costco 它也限制了這個衛生紙的限購令 那目前看到的就是疫情 因為提升了整個電商市場 因此現在全美各地的包裝紙 以及包裝材料的需求大增 有直銷在舊金山就說 他們已經早就開始沒有紙的 因為印刷廠的關係 因此他們有將近一億份的商品目錄 是沒有辦法印出來 也沒有辦法送到美國民眾的家庭當中 甚至在整個行業陷入恐慌的時候 也有金融研究公司表示 過往在缺職的時候是可以進口的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美國在今年的紙板和紙張的進口量 已經下降了9.7% 而現在Costco的部分 除了衛生紙的限購之外 連瓶裝水也在限制購買當中 而且還有業者預估這種上漲的狀況 可能還會持續到2023年 新浪財經報導 美國肯德基最近說 因為缺乏工人幫忙剔除骨頭 導致五股肌肉供應不足 因此肯德基決定暫時不宣傳五股肌肉產品 另外以炸雞翅為名全美國的快餐店 Winstop因為雞翅缺貨 不得已開發新的雞腿產品替代 最新數據顯示 美國八月份的勤類供應量比去年同期減少兩成 牛肉的儲備呢 比去年同期也下降了7.7% 那麼豬胸肉儲備呢 也比去年同期減少了4成4 降到2017年以來的最低水準 那麼不只是美國餐飲宴供應鏈出現了混亂 香港麥當勞呢9月11號就說過了 因為全球供應鏈受到不穩定國際航運的影響 因此暫停供應麥翠機翅 英國麥當勞最近呢 則是有1250家的門市宣佈暫停奶昔銷售 而前些日子就是進入自主隔離的俄羅斯總統普丁 克里姆尼公宣佈 普丁在經過一段的防疫隔離期間之後呢 到西伯利亞度假放鬆幾天 同時還公布普丁在當地的林野間 健行還有釣魚二十幾張照片以及影片 有別以往普丁是赤裸的上身 展現戰鬥民族的硬漢形象 他曾經赤裸上身騎馬 還有拿著獵槍打獵也曾經駕駛戰鬥機 但是他這一次度假照片走的是清明風 畫面除了這個普丁站在這個西河當中 甩乾釣魚之外 還有在林間那個山谷上面散步享受陽光 或者甚至跟這個國防部長閒聊的一個景象 路透表示普丁在九月中旬的時候 證實他的核心圈裡頭有幾個人確診感染新冠 而他被迫取消到塔吉克出席安全峰會的行程 還說自己當時必須要自主隔離幾天 你想知道最到位的國際時事分析 或者是最精準的國際趨勢解讀 請立刻訂閱全球大視野頻道 中天電視頻道首頁底下的頻道精選 第二個就是全球大視野 請大家立刻點擊進入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而在你瀏覽頻道影片之後 也請記得按讚留言 請大家來衝一波訂閱全球大視野 我們下午5點鐘 正妹看世界直播線上見 極蛋追求中全能風交圍倒農村膠囊 首波5000盒強購一空 絕對有感超高回購率 採熱送衣優惠直到9月30 完成訂購的好友們 將於10月15出貨 感謝大家的耐心等待 好 我們提醒我們聊天室裡的觀眾朋友 等一下可以開始慢慢的到我們的子頻道 中天新聞頻道去 記得先幫我們按一個讚之後 再進到聊天室裡面 來跟大家來互動一下 那記得都要趕快慢慢的轉過去了 好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 力挺監督的力量 要感謝大家最實際的支持 您可以到綠界斗內中天掃描畫面 右下方的QR Code 或是到中天直播聊天室 制定點擊綠界斗內的連結 也可以在中天影片下方 直接贊助中天 找到線上快速贊助中天綠界金流 綠界斗內接受信用卡 網路以及實體ATM或是超商繳款 請善加利用 綠界斗內的留言會秀在畫面最下方的跑馬燈 所有管道 到抖內中天我們都是十分感謝 好 最近國際上隨著疫苗的涵蓋率提升 不少接種率高的國家 像是英國啊 丹麥等等 他們是漸漸的鬆綁防疫措施 選擇要跟病毒共存 但是國內有醫師認為與病毒共存是錯誤的 重點應該是疫調而不是疫苗 而國內的防疫是否也將會朝著與病毒共存的方向呢 陳時中他是表示這是一種心理建設 DELTA病毒在各國肆虐 接種率高的英國和丹麥等國漸漸鬆綁防疫措施 選擇與病毒共存 外界好奇國內是否也採取與病毒共存的做法 醫師省正南認為與病毒共存是錯誤的 新加坡並沒有大幅放鬆管制 但為什麼壓不住疫情 關鍵就在兩個字 疫調 新加坡因為疫調不確實因此縱放病毒 究竟台灣要開放邊境與病毒共存 還是要繼續鎖國追求清零 陳時中給了答案 當然希望是清零 但一旦有大規模的這樣的一個傳播的時候 跟病毒共存 這是一種心理建設 那但是我們在行政單位還是朝著清零來做 但防疫學會理事長持不同看法 台灣由於篩查的政策裡面 是只對有症狀的人執行篩查 那會重放的60%沒有症狀的感染者 所以原則上台灣要執行清零 那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王仁賢認為台灣社區要清零取決於篩檢政策 雖然與病毒共存是國際趨勢 但國內專家卻形成兩派不同看法 記者林英偉 王一仲 台北報導 好 大家早安 歡迎大家持續鎖定這一節 中天八點鐘的中天晨報 我是麥玉潔 大家好久不見了 邀請大家來趕快我們的子頻報導 這一節有雙看